好,各位好,我是王君群 感謝大家參與這次講座 在這次講座,除了我以外 還有吳彥寬同學有跟大家介紹 整個Codex M裡面的內部設計 我們今天的進行方式是這樣 會先從市場面去著手 跟大家講說整個市場的變化 接著就是從這個市場訊息 一路回推到為什麼我們要選擇Codex M 以及選擇Codex M背後的 除了技術以外還有很多就是說 尤其是在產業變化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經驗 那接著就會繼續探討更深入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在切錄之前 希望大家協助我們做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個線上聊天室 那你可以在這邊可以點到 就是在這個滑鼠反白的區域的地方 你可以看我的這個線上討論區 那你有相關問題就可以提出來 然後我們中間會有休息的時間 就是我預計會休息兩次 那中間休息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當然你在休息之前就可以問了 那休息過程中我請可能去回覆你 然後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系列講座 其實已經有進行好幾次了 從今年的3月開始 3月、6月 然後一直到8月 基本上都有這個系列講座 那在前幾次的話 就是有探討這個on的架構 指令器 以及說在我們在6月的時候 有探討過這個虛擬化技術 那所以我們主要在 主要涵蓋的話就是 Codex-A跟Codex-M 那R系列的話 基本上不是在我們這個 這次的講座 就是這系列講座的探討範圍內 不過還是有一些議題是可以共同的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還有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課程錄影 那後面這幾個部分也是蠻值得參考 就是跟各位探討說Codex-M 然後不管是從它Lost Door的設計 還有它的Banding 就是在Codex-M 有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那有很多地方我們已經談過了 所以我就居然都不贅述了 在我們最近年呢 我們就發表幾個 就陸續會發表幾個專案 第一個發表的就是在 今年Codex-Cup的時候 就是今年8月Codex-Cup的時候 我們有發佈過了這個PicoRT 那再接續著下一個就是這個RT Max 那預計呢 好啦這是預計啦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完 那還有一個東西叫 一個Hypervisor 那是針對這個IoT的Hypervisor 這樣這三個的出行都已經做出來了 那其中PicoRT的話就是 就是在GearHub上面已經看到相對應的程式碼 那中間過程中如果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也請你協助我們 就是你想要知道更多訊息的 還有幫助這些教材 有一些寫錯字的地方 或是已經過時了 這很麻煩 因為這幾年 尤其這五年內 Aunt的技術實在是變化太快了 快到基本上我們今天列出來的 尤其是PDF的這種材料 或者那些刨碰的地方 有很大比例都不能用 所以我們幾乎每次講錯都要去修正前面講錯的地方 或是過時的部分 那我們終於可以切入正經主題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件事就是 從8.5元到32元的市場 那在11.10 11.10 在2015年 2015年的時候有編人探討的報導 那這報導跟你講說 為什麼八位元MCU 為什麼他也是屹地不搖 那我們幫大家畫幾個重點 快速看一下 八位元的處理器 它來自於1972年 那這個1972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例點 因為不只是有Apple 17號登陸月球 那這基本上也是這個 Apple最登陸月球最後的行動 那這個階段性目標已經達到了 再來是這個福特的那個金龜車 那這成為這個優史以來最暢銷的車款 還有電影教父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在1972年 有很多事件 基本上都變成我們現在的這個生活 你我每天生活的那個典範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像登陸月計畫的基本上跟你我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在整個太空工業 太空工業是整個人類工業的一個火車頭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像是3D印表機 你會聽到說像一些什麼太空食物 一些保鮮技術 以及這種電腦 尤其半導體製程 很大比例都是來自登陸月計畫 然後我們也知道一件事 有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1972年 1972年也就是西語言 早期西語言提出來的時間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1972年到1973年 整個UNIS用西語言重寫 那這些UNIS也好 西語言也好 然後剛剛講的那個阿普 或是這個福特的金龜車 基本上就成為這個時代典型 那這個過程中呢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就是8億元的處理器 當然我們今天用今天的標準來看 這個市場8億元的處理器 它的還是有成長 但是它的成長率非常低 就只有千分之七 如果反過來看說30億元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在2015年 注意到這是2015年的數據 那它的成長是10% 這是非常大的 我看到一些公司的財報 所以我還不確定 所以我跟大家跟你分享 但是我看到一些公司的財報 基本上這個數字已經推進到接近20%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接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8億元基本上它存在還是有它的那個價值 然後因為8億元畢竟它的那個功耗低 然後再來是有很多既有的軟體 使用8億元的系統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陸續有些大廠 就是像這個瑞薩也好啦 NSP也好啦 這幾個大廠 陸續它都是退出 陸續退出這個8億市場 那原本那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標題 這個是蘋果密報的標題 看就知道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大廠退出 開廠難度 那就是基本上 你看 我們今天講嚴重的東西 怎麼跑出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訊息其實很重要 就是 台灣呢 還是有很多8億的廠商 是很有競爭力 尤其是大廠地去退出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很多 很多台灣的廠商其實 這幾年做了非常巨大的一個變革 尤其是像新唐 新唐全集體的投入這個 Colex M4 那這個相關的產品 已經在市場上可以看得到 那 新唐的產品你大概在哪裡會看到呢 希望它不是那麼容易看到 但是我可以舉個例子 在那個 我想一下 只能講公開的訊息 公開的訊息 就是說這個瓦斯 大家都知道瓦斯 瓦斯的檢測 包括漏氣 看裡面的內狀 就是瓦斯的運輸 這是一個非常高風險 但是又非常需要 需要新技術投入 那新唐呢 在很年前宣布投入 投入這個 這個跟瓦斯 還有能源運輸的部分有關的 那你可以在 對於那個公司的那個財報 還有網站可以看到它 相關的訊息 那除了這裡外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 像盛群 盛群它也在投入這個部分 那就像是這個指紋辨識啦 還有一些 提波帽子 也要對應的這個 一些控制器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呢 即便是反應比較慢的 相對比較慢的 這個台灣廠商 其實都已經有做很大的改變了 那整個市場呢 巴維還是有存在 但是巴維的存在 它的存在就很特別 它就是非常特別的市場 還是有在成長 那但是你可以剛剛說 在這個真正 真正巨大改變的話 基本上是什麼 是三十多元 所以不是台廠好熱 這個蘋果報應小細工不要提了 好 然後接下來再看另外一份報導 另外一份報導就很殘酷了 這個報導跟你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在2016年 就是去年 那去年的話呢 非常多半導體公司在整定 而且這個規模都非常巨大 那基本上去年很多新聞都會幾乎都是 都會這個副標題就是什麼 又改寫這個什麼 IC設計公司的那個 或是改寫這個跨國公司的收購金額 就是基本上一直在改寫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就是說整個市場正在經歷 就你我剛好正在見證這些事 就是整個市場在做快速的變革 那這些背後的整併呢 肯定它有一定的那個道理 這些整併的道理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衰退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經過這大幅度整併之後 在今年的第二季來說的話 整個IC的供貨量又開始爬升 所以這一系列都是一個整個產業在做變形的過程 那一樣我們幫他畫幾個重點 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全世界前三大的這個 Micro Control Unit 注意到那個不要唸成Micro Control 不要唸成Micro 小日本的唸法 我們應該唸Micro Control 好 MCU的市場供應上依序有三個 就是 以這個市場規模的話 就是 NSP Microchip 還有Sibrex 然後注意到這三家 以前它不是 總是佔據這個前三年 那這三家基本上都是因為這個收購 收購案 然後這個 擴充在營收規模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在哪裡 就是說 像Microchip來講 它收購的公司可能大家就有影響就是 收購這個FML 那 這個NSP都根本不用說 就是從之前的 從這個Freescale開始 那就做了很大規模的整併 那在 去年也是有這個宣布什麼 宣布QUACON 對 NSP的收購 不過這個 這個地方還在進行 那Cypress的話是收購了什麼的 收購了這個 就是 像Spension Spension 在這個 雖然之後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但是這個Cypress 這個Spension其實很關鍵 因為在整個那個 NSP 那後來呢 又把這個 扶機Semiconductor 這個部門 其實又擴展 那 反過來說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那個 Sansom Sansom呢 在去年整個營業呢 就是衰退的高達14% 為什麼呢 因為 Sansom在2013年 投入非常大的資本 在這個 智慧卡 但是因為 基本上這個智慧卡的生意 很大筆是被這個 NSP 斬據掉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在哪裡 就是說 你會聽說中國大陸 就是 不管你叫他中國也好 只要中國大陸也好 就是 在中國呢 雖然很多地方是號稱叫自主 自主原發 所以它是自主的處理器 然後自主的一大堆東西 但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中國的信用卡系統 或是這個支付系統 當然 你會聽到什麼 那個餘兒寶 馬鈴妮寶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是走網路系統 那個網路系統 基本上它沒有被官方驗證 那真正被官方驗證的這個 整個信用卡系統 其實很有趣 它的晶片呢 是誰提供的 NSP 不是任何一家中國大陸本地的公司 而是NSP 那NSP呢 很顯然 它是強的 強的是一個Sansom的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一系列這個加成的效應 NSP呢 在全世界市場 達到這個19% 注意到 這是去年的數字 那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 前年我們來看一下 前年呢 它的這個營收呢 其實有四分之三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智慧卡的話 是 然後而且它用的是那個 發援一個Sterwin 但是呢 在合併Freescale之後呢 這個 智慧卡的MCU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 它就從原本佔營收佔四分之三 而變成四分之一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透露什麼事情 不只是大者很大 我們過去所知道這種大者很大 在IT設計必然的事情 不只是大者很大 而是它的那個多樣性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軟體工程師 其實要去想 我們今天要怎麼讓軟體 能夠適用在這樣的一個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些 這些併購 去年是IC設計公司等級的收購 那從今年可以看到說 這個鴻海大工作的這些收購 那接著我相信還有相對應的 聽說 聽說是新加坡的一些法 可以開始在動手 那所以 不要麻煩一下 就可能會做到這個 跨越 這個工業上的 就是它可以跨好幾層 直接一條路準的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你以我作為軟體工程師其實是比較小 我們今天開發出來的軟體 要怎麼去適用這樣的變化 因為這些收購會變得非常快 然後推出新產品的方式 跟你以我以前想像不同 以前過去有專門的這個個人電腦供應商 有專門像就是手機供應商 但你可以看到電腦供應商 手機供應商 它以前都是垂直水平整合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像 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這些看起來 站不到什麼邊的公司 就差一個開始推出硬體 像Google推出的硬體 它的銷售量 很可能都比我們台灣很多 賣硬體的公司來得多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訊息 就直接從內冷供應商 直接從零端 直接從這個一條路 一口去打 打通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網友 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它是寫來2013年 當然有些東西已經 已經很大變化 我這邊摘入業 比較變化沒那麼大的部分 好 那這個網友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說 他發現 他在2013年發現 這三年 所以就是說 從這個2010年 一直到現在 這個32元的MicroControl 其實它大幅度的降價 而且它的價格 直逼這個8幅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剛才看到一份新聞 就剛才對蘋果一報那個新聞 其實他提到說台廠 有很多是做8位元 跟16位元 那為什麼這些廠商 有很大比例開始跳 這倒很簡單 因為 ON的這個授權變得非常彈性 然後 而且整個市場需求 其實這個變化很大 除了做非常低的功耗 一定需要8位元 但是不要麻煩你要什麼 你需要一些運算 尤其是訊號處理的話 因為它用16bit的基礦 沒有太大的優勢 那32bit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它的軟體 通常去高 然後它周邊 非常的豐富 像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NSP 然後還有這個Cypress 這個Microchip 基本上他們都提供了 必要的這個支持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過去我們可能需要 這個透過ASIC 就是獨立的這個 專門的跟這種 跟應用有關的今天 那這個需求慢慢被取代 過去是從ASIC移轉到DSP 那現在更有趣的是 因為這個32bit 運算能力夠很強的 然後它裡面 也有一些必要的指令 幫助我們等一下會講 一些運算有關的指令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濾波器可能用軟體來做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如果是IC化的這個系統 必須它可能有時間 它這個Litime 也會拉得比較長 就是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才會辦法供應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可以用軟體來做就很有趣 就是說你出貨 一直到市場的過程中 你自己的那些量被升級 而且使用者可能沒有感覺到 就在這個系統升級 那這個對整個開發是非常 非常關鍵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 Time to market 不只是時間變短 這個整個產品的這個機會 變得非常非常豐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像那個 Chromebook Google那個Chromebook 這個Google的這個Chromebook 全世界有很多公司在代工 比方說這個之前是Sensum 那後來這個Acer也代工 然後呢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那個訊息是什麼 它裡面有一個 又有一個Codex M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Chromebook呢 基本上它內部有一些東西組成 就是它是 它是A系列 A系列的這個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早期的版本 Sensum Sensum Chromebook 那它裡面就是 當然就是用了Sensum的SoC 這邊是EY 就是 那它的SoC名字叫做5250 那裡面是Codex A15 注意到這是比較舊的版本 那C就是Smile 到1.7压克尺 好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裡面也有什麼 也有Codex M 那一般來說呢 像這種Chromebook裡面 它為什麼需要 那個Codex M呢 那道理很簡單 為什麼它需要一個MicroController 那基本上有幾個用途 第一個主要用途就是 開機的過程中 可能需要什麼 加密 所以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我環環相扣 我 由MicroController去決定開機的順序 比方說我的順序是從這個 按下PowerKey之後呢 我可以從USB開機 我可以從網路開機 或是我從加密的Bread去開機 所以 那今天決定順序 決定順序之後呢 就開始傳遞一個Key 傳遞這個必要的這個加密的訊息 這個傳遞或許 所以一關接著一關 然後 然後就是 就從源頭 開始加密 然後保證每個問用環節 都是全能加密 全程這個監控的 那如果任何一個環節有問題 它就 系統就停止去做 這是最經典的 開機流程的控制 那另外一個是 在電影管理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很多時候這個 使用 像我們說手機 手機的使用 這很麻煩 因為手機的使用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需求 對不對 手機呢一下又要打電動 一下又要當機步器 一下又要當MP3的那個Player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以機步器的需求來講 它其實它的功耗一定是非常低的 手機不應該持續 就是手機不應該 畫面一直亮著對不對 它是一個機步器 你就放在口袋 跳跳跳 你就可以跑步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你不需要 不需要讓Codex A活著 它應該跑去睡覺 今天要跑去睡覺對不對 畢竟你跑步 可能要跑很久 但是機步器呢 機步器很麻煩 因為機步器你要 從那些加速 跟脫落儀 去推測你的這個 要跑的步數 那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些論文 這些論文就這樣 都去公開演算法 那這個東西的運算交友才做 所以很適合 必要這支交友 Codex M去收集 當然等到醒來的時候 就是等到A醒來 醒來的時候 再開始等 把這些數據做統整 然後當然幫它做視覺化 那同理像MP3Player也是一樣 MP3Player呢 基本上在 當然正確的說法是 叫做MPEG-1 Layer 3 所以我們一般講的MP3 是比較不正確的說法 應該是MP1 Layer 3 這才正式說法 那以MPEG-1 Audio Layer 3來說的話 CPU的時脈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48MHz ON的核心就可以做 所以事實上 你根本就不需要A系列來播放聲音 你用M系列播就是 綽綽有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這裡外 就是說因為 現在那個處理器都會做這個 動態的什麼 這個電壓跟頻率的那個DVFS 就是這個動態的這個電壓還有頻率的那個調整 那這個過程中的其實都會涉及到這個像這個Bus 還有涉及到這個周邊的狀況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加入一個獨立的單元 獨立的Micro-Controller 去全盤控管這個部分 這個在很多人 你可以去 這裡已經很多資訊了 你不要再加一些什麼 Ongs類的 那你可以找到非常多這方面的資訊 然後就可以告訴你 他怎麼去運作 那除了這裡以外的話 就是 比方說我們來講Olet的 沒負荷 TI的話就是 TI雖然已經退出這個Smartphone的市場 TI很早之前 是在10年前宣布退出 GSM市場 就是2G的市場 然後TI又在大約在5年前 對 5年前 4年前宣布推出這個Smartphone的市場 但是它的這個設計還是很 它的這個 OMAP的系列 基本上還是一個在工業界 非常 不只工業界 在娛樂界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那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是OMAP4 OMAP4在 有一些Android手機有出現 那最有一個例子就是那個 就是Galaxy Nexus 就是Sansom的Galaxy Nexus 裡面就是用這個OMAP4 它對應到開放音體就是Penable Penable Penable ES 所以如果說你們可以看的話 它裡面是OMAP4 460 那OMAP4 460裡面是什麼呢 它是 它是什麼呢 它是兩個A9 A9雙殼 但是呢 有Cortez M3 兩個 好 那這東西的用途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這個M在OMAP4來講的話 它的術語叫做什麼 叫Ducati Codes M3 Subsystem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它對應的文章 所以教他看一下 那簡單來說呢 這個東西在幹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雙殼這個A9 它可能會消滅 那但是我又希望這個多媒體的 不管是那個聲音啊 播放 比如說那個Audio Pass切換 Audio Pass切換 Audio Pass切換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做過手機 或者可以稍微想像 就是說這樣來打電話 你看到 那個 手機很好玩 就是你打電話 你會 比方說接電話 接電話的時候 你會希望聲音從哪裡出來 你當然會希望聲音從這邊出來 因為耳朵在這裡 好 可是呢 事實上PC的Speaker在哪裡 PCSpeaker一般來說會坐在這裡 坐在下面 你們看到底下有孔 很多手機底下有孔 所以事實上 Speaker在這裡 好 所以神奇的那種什麼 接電話的時候呢 這個Speaker就會跑到這邊來 好 那平常呢 比方說你用LINE什麼的 它從這邊就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路徑的切換 那這個路徑的切換 事實上其實就需要軟體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個音量 它的這個音量的基準是不同的 然後能去聽那個 能去接電話跟播放聲音 其實它的那個 它對應的是 數學的演算法也會有點不同 因為你要聽一個比較好的音質 其實它 尤其那個在杜比那個 那個效果來講 這個都要合進去 這些都是誰在做 就是MC在做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MC的應用 其實它用的非常廣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系列叫什麼呢 這個 我們這個系列叫什麼 手機裡面的按出器 那有人覺得 這為什麼突然變成MicroController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原因是 MicroController它是無所在的 一個手機裡面 有兩個 Codex M是基本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一下這個 注意到 我們剛才講的那支手機叫什麼 叫做Galaxy Nexus 這個東西很久啦 Galaxy Nexus Galaxy 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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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打對不對 打出字 然後 Galaxy Nexus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2011年出來的 所以這個巨經器已經超過 就是基本上已經六年了 那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一件事 它裡面就有兩個A9 兩個什麼 M3 這是基本款 那如果說你現在用的這個手機 比方說像我這款 這個是那個魅族的手機 為什麼一定要講魅族 因為他送的手機 我就幫他打一下廣告 那裡面的話就是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膠 就用電達克的晶片 這個裡面不是只有A的晶片 它是真的有MCE的晶片 其實都有 不過我不能跟講太多話 自己去網站查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整個32尾的變化 對這個MicroControl的領域 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過去很多就是說 可能像很多人都知道 寫程式就是 它是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Fire1 其實我都不 以前沒聽到這個Fire1 就覺得怪怪的 Fire1 基本上就是這個 快回圈 然後一直跑 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叫的Invident loop 就好了 就是台灣的工程師 都喜歡寫Fire1 奇怪 Invident loop 其實不是簡單多了嗎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以前的很多手寫程式 就是這樣寫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會考慮什麼時序 因為它的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要去怎麼控制時間 反正我就想辦法弄delay 或者再加一些Invident loop 調整 但是 加一些Invident loop 來處理 但是現在事情 因為可以做的事情變多了 而且我期望讓它做的事變這樣多 而且軟體能夠介入更多了 所以以前很麻煩 以前是 可能要透過VSP 透過ASC 去做特定運動 現在變成說 也可以用軟體來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30個月來講話 整個RTOS的影響非常的大 如果你的RTOS設計好的話 你可以讓整個開發變得更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探討這個手機 也ON出一期 其實我們真的希望探討東西是RTOS 但是它裡面需要很多背景知識 不只是這個 這個 來自於ON的官方手冊 更麻煩你要是 你我都要知道 這個巨變 它已經發生了 而且 很快就讓我們這個開發不同 所以這個網友 注意到 這地方不是我講 就是這個網友 這篇文章的網頁寫的 但是它說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整個軟體工程師 以前我們聽到他怎麼施 大學教授 他是一種教師 你咋施什麼的 因為以前看到施 就覺得 這個東西是什麼 考量很高不大三 但是注意到 軟體工程師其實他現在 很快變得一般老公 所以他只是一個操作員 操作電腦 只是說 他的這個 目前還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你可以看很快 這些難度大幅加強 然後更麻煩的 就是說整個 因為這個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市場的訊息 有些大量的收購 大量的整併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現在提供的 就不是只是 你買到NPU 你可以拿到整套的 從Tour券 從這個 從RTOS 整套 甚至像On的話 會直接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 M-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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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不是作業系統 它是什麼 M-Bay 它其實是一個生臺系統 所以事實上 你這個On的話 M-Bay 你可以從它的 後端 網路的後端 也就是說 從它伺服器 從它套件管理 從它的Gateway 一路取 從這個Gateway開始取得 然後到哪裡呢 到它什麼 IoT裝置上的這個作業系統 甚至還有包含檢驗的機制 基本上你都可以一口氣取得 而且最困難的是 大部分的Source Code都可以拿得到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那這個其實 我想你我都要 注意到這件事情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來做這個講座 不然這個講座有個好處 可以自我行銷一下 好 那這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是這個 上禮拜的新聞 所以幫大家複習一下 怕你沒有注意到 上禮拜呢 這個我們成功大學的 這個遠鋒銀行 還有這個台灣金融研訓宴 就是共同發表一個 共同發表這個記者會 那這個記者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它可以讓這個 發證的機構 比方說成功大學 還有說一下那個 台灣金融研訓宴 台灣金融研訓宴 每年要發的這個 那個 證書其實很經典 可能會到80萬 就是這個 就是包含它裡面的 那這個延續院 它每年的 一定要發出的東西 是20萬多次 然後呢 它還包含 要那個 要那個 就是一些必要的管理 就是一年要計算量是很大的 比這個 比這個20萬次來的大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要檢驗其他成本 代價是很大 然後再來是說這個 呃 陳大的書校長也指出 MIT的那個 研究指出 製作證書的成本是40美元的話 那然後 這讓MIT也有那個相關的證書系統 那幹嘛要來查證 然後我們去想件事 如果說 我今天去幫一個學生寫推薦信 那推薦 推薦 到他 到UCLA 到這個 到CMU 這麼好的學校去 去 去申請這個學校 那問題來 那CMU也好 UCLA怎麼知道 是誰來寫的 以及這些提供知道怎麼 是對錯於否 所以像成功大學 不只成功大學 應該說任何一個 那個 大學院校 基本上都有這種 就是要花很大心力去查證 所以我們現在的基本上都 我們今天會推出什麼 推出區塊鏈 對 重點就是這個 區塊鏈 那這個可以讓這個系統 可以更有效率 那 我想這個很多人都跟我們一樣 對不對 這個 找一份工作 其實真的很辛苦 找一份工作 不是你找工作 我說如果你當個主管 你當個主管 人面試一個人 一個職務 基本上 你負責任主管 基本上要面試50個人 是很基本的 就是 當然從電話面試開始 就是這一切 基本上50個人是跑不掉 如果你做一個 負責任主管 而且 而且你找到好的人 他也是真的來 這個是很尷尬 因為原本還沒到 所以這個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也是這個 清神之痛 所以我希望說 通過區塊鏈去做這件事 你說這個東西跟IoT有什麼關係 好 這個 好 等我一下 我等我把它講完 這個 有一個 新創公司 叫Energy Gold Energy Gold Lab 它基本上在做什麼事 就是說它基本上改變 改變這個 傳統配電的流程 好 那 過去的 體系很複雜 對 我想 尤其大家這幾天看到這個台電 台電事件都很知道 台灣的不是 其實台灣沒有 不是真正缺電 而是台灣的整個運輸 台電能源結構有很大的問題 已經很多專家提過了 整個中央化採集 基本上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 其實你可以想 不然說太陽能板 這個 太陽能電板的這個 成本大幅下降 其實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普通家庭它可以 它可以自己 帶來這個能源 那其實在很多國家已經有做這些事情 日本 還有這個 德國這方面都非常非常積極 尤其德國有百分之16 是這種再生能源 那 我們再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這些再生能源 這些 這種 自行產生電 它有沒有可能透過P2P去交易 好 這時候區塊鏈就可以知道 那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正數區塊鏈 那我們在預計在 預計在11月份 會有另外一個記者會 那我最近都在 有空來開記者會 就是 到那個時候就會知道我們在幹嘛 好 那我們就會 會切入這個能源領域 到時候也歡迎大家 跟我們來討論 那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用到什麼 就是ARM出氣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比方說 放命中指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 鏡頭上這個小東西 這個小東西 因為我比較小看它 這東西很小 對 就像跟我的一個 比我的拇指還小 對 但是這麼小的東西 其實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裡面就有Codebase M 而且它裡面Codex M 裡面是具體什麼 硬體的這個乘法 除法 然後它裡面還有發生 一些DSP的指令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什麼 這上面還有什麼 還有WiFi 那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 用這個扭後電池 它就可以運作 很長一陣子好了 因為它不需要 時時刻都跑 時時刻都運作 它是 事件驅動 所以大部分時刻都是來幹嘛 都在休眠 所以這個東西 扭後電池 用一年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的東西 你來幹嘛 好 就可以放在這個 搭配這個太陽能板 所以就是 想說我產生多少能源 你知道 然後還有說 在這個問題中 我們每個環節的監控 就可以用多樣的小東西去做 那你可以 大家也可以想出 這裡面的軟體當然很關鍵 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的軟體要跟誰過空 要跟區塊鏈 對不對 要跟電廠 要跟各式各樣的消費者 要跟這個 peer-to-peer的交易的 這個每一個參與者 要跟它 跟它做很好連結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好 那繼續我們來看這個 在這個商業的部分 2015年的第二季 就是清理年代 我很久沒有更新數字了 我下次會講 我可能把這個數字要更新 在2015年的第二季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它分了幾個 分了四個項目 一個是 Unclassic 再來是 Codex-A Codex-R Codex-M Unclassic 基本上它出貨量還是很大 出貨量很大比例都是來自什麼 來自台灣 因為台灣很多 埃斯科 埃斯科的公司 還是用Unclassic 基本上這個就是使租價 使租價就是 有些公司就跟Unclassic 談了一個很低的價錢 可能就是 可以當作不存在的價格 就買斷的價格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Codex-M 對 要懷疑 Codex-M 橫控的出 它的四占就到了40% 從2015年開始 N系列就大幅的把 它的那個出貨量 大幅的超越Unclassic 然後當然去年發生另外一件大事情 什麼大事呢 就是孫正義 宣布這個 收購Un這家公司 那這件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孫正義看到什麼 就看到IoT 那接著我們來開始講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 跟大家講這個市場訊息 當然除了我要廣告以外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要自媒體拜 除了廣告以外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做這些事情 都很大比是為了市場 當然很多人聽這個講錯 可能是說 我只是對軟體設計有興趣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你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市場驅動的 那我們必須要對這個市場非常理解 所以才能夠做相對正確的判斷 那為什麼要選CodexM 基本上我這邊提出四個 四項簡單的回答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Rotate Latents的設計 基本上它的系列很多 像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這個有好多個系列 從Unclassic開始 A系列 R系列 M系列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以Latents來講的話 M系列做了很大的調整 讓什麼事情發生 讓整個不管是中斷 或者說一些例外處理 可以讓延遲時間可以大幅縮減 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無焰寬 又會跟大家講這個細節 再來是第二項是什麼 第二項就是Deterministic Deterministic這個字很難翻 很難翻中文 基本上就是說一個人的行為是可預測的 一個人的行為是明確的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Lewel Time Always 我們所謂這個Lewel Time Lewel Time Always也好 Lewel Time RTS Lewel Time System也好 基本上在意的地方不是它快 所以Lewel Time跟Lewel Fast是不同的事情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 它是符合預期 我們速度不用快 速率速度不用快 但是我們希望等一下 它99%的時間 都是在某個範圍內 不會有很奇特的頻量 它就是在穩穩的運作 這樣子的話我才能讓風扇 風扇去做風扇也好 馬達也好 或者說像這些火箭控制器 對這個東西的Determinism 其實都非常在意 那CodeXM很有趣 它的設計 有很多因素 可以讓整個設計 整個軟體 可以這樣 有更好的 達到Deterministic 再來是CodeDensity 這個當然就沒話說 這個跟成本有很大的考量 所以 讓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Spension 這個收購案 Cypress這個收購案 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是 AMD以前的 No Flash的部分 然後我們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No Flash 基本上這個Flash有幾種 我們可以看那兩個主流的 Flash有非常多種 所以不是只分兩種 但是我們可以看兩個 比較主流的一個項目 一個是No Flash 一個是Name Flash 那Name Flash的好處就是它的空間比較大 那No Flash本身有些很有趣的特性 比方說你的程式可以怎樣 Execution Impress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個程式 你的程式碼 不需要怎樣 不小心把程式碼 Copy到這個 隨機記憶體 然後它就可以去 它就可以執行 所以它不用先把程式碼 Copy到Rain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在Flash上面自己執行 所以我們稱為叫Execution Impress 縮型叫Execution Impress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像我們剛才提到說 像剛才這個東西 你想要這個東西放在電廠 放在很多這種 物聯網裝置裡面 它就是需要的時候開起來 所以它其實整個 memory其實很小 因為我們知道 memory其實很耗電 但我要基本上 讓這裡面連結很省電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需要一個扭闊電池 可以裝在裡面 可以用一年甚至更長 我之前有設計過一個東西 是可以用兩年上 你剛才想到一個這樣的東西放在兩年 你可以幹嘛 你直接把它放到你的物體上 不是自己裝的 就是你買房子的時候 它就裝好了 那沒電怎麼辦 那沒電怎麼辦 那沒電就裝好幾組 然後就擺著 擺著 一組沒電的時候 告訴另外一組說 交給你繼續跑 所以在一些所謂的智慧宅 我不能跟你講哪一家公司 不難找 就是找什麼智慧宅 用中文的英文都去找 就可以找到 這個東西已經怎樣 已經出貨 已經用了 那裡面呢 非常重要就是這個 Code Dancer T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因為我們要讓這個Flash 能夠怎樣 充分地做我們想要 存放我們想要做的程式 所以這個Code Dancer T 其實很關鍵 最後的原因比較特別 前面幾個都還算 大家都聽過的歷史 第四項很有趣 就是說讓軟體可以達到最高的可充東西 這件事很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30歐元的MCU 在這幾年獲得巨大成長 因為實在要銜接其實相對怎樣 容易太多了 然後不然說我們自己開發的這個 最近開發的這個OS 就是我們最近發布的就是這個Pico 這個Pico RT 這個Pico RT很有趣 就是說它要移植到不同的這個硬體台 其實它的難度也很 相對就低很多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 IronCode是M的一些特性 接著我們來看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市場文件 我們一開始都還在講市場 我真的很希望 尤其軟體工程師 要真的很清楚 我們今天面對的世界是什麼樣 那你可以打開這一份 這是一個PDF的文件 我們來看一下 呃尷尬 我們來看一下 呃尷尬 忘了寫PDF 放加一下 後面加一個PDF UIL 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ON的這個 比較新的這個資訊 所以注意到 這個因為被軟體銀行 收購之後 上面就要加一個softbank 來看一下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一個很新的一個資訊 在過去呢 ON基本上不太跟你講這個normap 就算講的 基本上只講單一產品線 但是在軟體銀行收購之後 他的ON這家公司 就變得很有 要有彈性 包含說最近的那個商標 如果注意到ON的新聞 最近商標不是大寫的AR 是A大寫 R小寫 M小寫 所以A大寫 其他都是小寫 這是最近商標變化 這個所以軟體銀行 這個 收購ON之後呢 這家公司真的有很大的變化 當然 以孫正義這個風格 會不會過一段時間又把它轉熟 我們就不曉得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所以說 他要跟你講說說 他開發的這個 開發的這個 他就從歷史開始回顧 那最近一些重要訊息 第一個就是Big Little 那這個Big Little 在我們之前的講座也提到 講這個虛擬化的地方也提到 那這地方就是希望可以做一個更好的能源的處理 跟Big Little有關的 就是對應的話就是Dynamic 注意到這個寫法 就是後面是IQ 不是IC Dynamic 那這個Dynamic這個做的也變得非常非常關鍵 然後再來是 又是四個月 好 前面再跟你講歷史故事 然後這個是ON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ON的這個風水寶地 然後這個是ON的這個農心之地 這個我們聽過美國呢是什麼 車庫創業 但是ON這家公司它太有趣了 它是什麼 它是馬舊創業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是馬舊 這個超嗨的 很有那個英國人風格 你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比老美還多了 老美就是這個 像你看當年那個Stuy John那個小屁孩 就搞了一個Apple這樣 在這個車庫嘛 當時那個Captino 還是那個D 那時候西古D還叫Ping 然後這個 這個劍橋一直都在向下 就是在這邊創業 我們從這張圖可以注意到 黃色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包含什麼 ON7 ON7TDMI ON9 ON11 這屬於ONClassic 就是傳統的ON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M系列的東西在哪裡 M系列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 那個 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就像M3 M1 然後這個SC300 SC300特別他是專門來做這個 那種類似Smart Car這種東西的設計 好 然後R系列的話就是像那個R4 或R4F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的用途就是用在這個 車子 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都知道那個車子裡面有 有東西叫ECU ECU 一台車子裡面 就是它基本上它包含了 有40個或是更多 甚至可能到100個 就是到這個 100個以上的ECU 那ECU做很多事情 就比方說 我們控制煞車啦 我們控制這個車窗啦 控制溫度啦 還是這種東西 好 那CodexR呢 有很大筆用在哪裡 就用在ECU裡面 好 那這個東西的運算量它不用很大 但是它必須怎樣 它的 它運算量不是很大 但是效果還是夠好 來追蹤的是它整個CM要什麼 要Deterministic 所以這個 也是非常這樣重要的議題 所以 所以這以後我們再跟大家探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A系列 所以比方說在2008年的時候有A8 A9 那在2017 好注意到 注意到 我們剛剛上一頁什麼 2008 那到2017的時候 你眼睛就快花了對不對 這個複雜 好 所以這個東西怎麼區分呢 是非常複雜 所以這個 所以今天有來就是賺到對不對 所以跟你解析 老師在講你們在聽啊對不對 這股票怎麼看呢 跟這個東西有很大有關 這個 總之呢 就是今年 這個最後一季一定會很好玩 因為一定有 這個又有新的收購要發生的 所以有新的收購要發生 這個股票又有炒作空間 但是我們直播不能講這個東西 我們是教育性質的東西 好 然後看一下這個東西怎麼去區分 那基本上就是說的這個 這 注意到 紅色這條件它畫的是很粗淺 注意到 它畫的很粗淺 其實 它沒那麼精確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畫面中這個部分 再回顧看一下 On Classic O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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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On920 On920是屬於V4T的 注意到它是V4的架構 但是如果是On926是V5 所以你看同樣是On9 它會分像920 所以 V4 那 926是V5 注意到這個差異 然後這個V4跟V5 就可能有什麼分 有MNU 就是有搭載 MNU跟沒有搭載MNU 所以早期On Classic 它是非常彈性的設計 然後 這個 編號也是非常複雜 比方說像 On926 EJS 所以 E表示什麼 DSP Inhanced Instruction J表示Java 加速器 我們之前有講過 S表示什麼 表示那個 他們有那個 就是 比方說那個 浮點啊之類的 就是 這種 浮點就算了 好 那再來是說 像那個 On7 它全系列就是 基本上沒有MNU 那你可以再繼續看 在底下 這個在之前 Unclassic年代 還算好懂 但是在後面 就比較複雜了 Unclassic年代 還有一個重大東西 叫Un11 MP MP表示多核 但是注意到 它的多核是非常多限制的 所以事實上 Un11的多核 只會有在 特定的產品有用到 這裡面哪裡會用到呢 你去那個 Steven 11 拿那個便利商店 那不是有影印嗎 先不要看那個 iPhone 那個很廢的iPhone不要管 底下的印表機 那個印表機 基本上有很大比例 都是跑這個 Un11 MP 就是多核 但是它多核有非常多限制 所以後來Un11 這個多核基本上也沒有太多人在用 除了那些 特別的那些印表機有在用 基本上在市場接觸度 其實不是太高 然後 接著進展到什麼 Cortex系列 Cortex A Cortex R Cortex M 那這時候 基本上 Cortex M整個系列 都是沒有MNU的 雖然沒有MNU 但是有些系列可能有Cache 比方說這個M7 M7超High的 它有Cache 而且它的運算效能其實非常好 就是底下這些東西 可能它的Pipeline Stage 可能只有三個 但是這個M7 可以到幾 它可以到六個Stage 這個效能有點大的改變 好 R系列比較有趣一點 R系列 你會發現是 R系列也有什麼 沒有MNU的版本 那我們知道MNU在做什麼事 MNU在做Manual Translation 所以人家知道 一件事 Translation做的事情 影響是很大的 有Translation 接著還有PageFault 所以PageFault 比方說 Major Minor Invalued 就是說這些操作 基本上都會花時間 所以事實上 我們今天存取虛擬機體 其實我們每次存取的 它其實不是固定的 這個東西對Deterministic 就是一個很大力量的 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R系列可以看到很多 像R7 R8 R53 基本上都屬於這種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右上角 右上角就很High 這就是那個 如果看一些科技新聞 有時候看了就 頭都暈了對不對 講說 你應該拿出來 這是用聯發特的晶片 所以這個都是用HERIOR HERIOR這個X20 這個X20的晶片 聯發特最近又出了X25 以及後繼的版本 X30系列的 那它裡面用的處理器就是 Code is A73 那地表最快的A系列是A75 可是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很麻煩 就是那個數字大到 有沒有有點頭都暈了 那這個東西可以簡單的一個分類 就是說 基本上數字 數字都是 什麼9啦 5啊 7啊 或者15啊 17啊 基本上它是屬32元 按V7 就是 V7的那個架構 那如果說今天什麼35啦 32啦 73啦 7253啦 57啦 這個數字很大 跳很多 按V8 可是按V8又很麻煩 按V8 有32元 也有64個元 注意到嗎 按V7一定是35元 但是按V8 有32跟64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按的這個roll map 變得很複雜 好 看頭都快暈了 再繼續看這個 MC的又 又還是有些討厭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畫一個分水嶺 分水嶺在哪裡 就是按V7 然後當作分水嶺 那底下就是這個ARM 我們再看一下 M系列其實好玩 你知道什麼 M系列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標誌 它上面有什麼 M0 M1 或者MV0 那這些東西屬於什麼 按V6M 那如果是M3 M4 M7 它又屬於這個V7M 好 然後呢 如果說什麼 M3 M23 它就屬於V8M 所以 它基本上 基本上在這個 從按V8之後 它改變很大 它有32微元版本 有64微元 那版本 數字還什麼 差不多很大 所以這個在過程中 我們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 大家要非常小心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Dinux 你看看剛剛的頭 頭就快暈了對不對 注意到這還只是編好 跟它對應的ISAR Instrangestate architecture 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不是這樣 最麻煩是它的配置方式 所以比方說 像那個Big Little 你知道 Big Little就是基本上很好記嘛 就該大不大 該小的不小嘛 這個東西很好懂 但是呢 Big Little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講那個 虛擬化的部分的時候 講那個 那個Big Little 的一個基本觀念 它有很大限制說 事實上 它是一整組的 它是CPR cluster 所以Big Big比方說 有四大加四小 所以四個大的 就是一個Cluster 四個小的又是一個Cluster 所以我是從這個Cluster 切換到另外一個Cluster 那你有沒有那麼大 很明確說 我今天不想要4加4 我可能要2加4 或者1加1 你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再過去是不行的 但Dinux 四圖 注意到這是四圖 它還是有很多限制 所以就要 它的功能 沒有像廣告寫得那麼神奇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這個東西 有很多東西還沒有結論 不過放起來 大概明天你就會看到 這個相關的訊息 那所以 它實際上有很多 給你可以突破限制 所以你可以做到更有效的 這個變觀 如果你會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系統軟體再一次說明它 非常之重要 因為東西你想到頭都會爆炸了 但是軟體真的是給這個東西 真的有生命的 所以 拜託不要再說台灣沒有軟體業 台灣當然有軟體業 台灣最強的軟體公司 有兩家 一家叫台積電 一個叫聯發科 隨便僱用的軟體公司 都上百 對不對 上百上千人 那當然是軟體公司 所以千萬不要說台灣沒有軟體業 台灣就是兩大軟體公司 一個叫台積電的聯發科 所以僱用非常多軟體公司 在做這些事情 但它做什麼事 我不能告訴你 這不是經理 講出來很難聽 很難過而已 好 所以我們要造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才是說 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系統軟體 我們繼續思考這個東西 其實因為它的配置給我們很大的彈性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它已經是軟體定義的CPU 不是說像APGN那種 可以讓我重新reconfigure CPU Core Soft Core 而是說 因為硬體提供這個機制 讓我們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然後 有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AM系列 也可以讓玩 AM系列的實作一直拖到今年 才有這個市場才問世 當然這個 出來的單位沒有幾家 接著就像這個 海獅 那個像 EFA半導體 基本上它們是走得比較前面 它們一些設計 就真的進去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張圖呢 就是順便複習一下之前的系列 然後我們剛才講過Unviate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東西 就是它有三十尾圓 也有六十四尾圓 就完完快去看你的 license 方式 比方說呢 像我們前面剛才講到一個 A多少呢 A32 那A32呢 就是 A32 或是A35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什麼 可以 可以變成 純粹三十六尾圓的一個授權 甚至三十六尾圓 ISR也是有 好 然後在 Unviate 注意到 它這個 它有這個加密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東西對什麼 對那個像區塊鏈 對那個 那些微型支付 我們不是會講Micro Payment 或是Payment for Microservices 就變成非常關鍵 那這個 效能可以差到什麼 可以差到十五倍 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那個 從 V6開始 就有這個City 然後就一路在擴展 那再來是我們會講到一個東西 叫TrustZone 好 那我們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我們 休息到這個 9點好了 好 好 那我們在休息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休息之前 有講到這個 嗯 這個Un的這個發展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這個 朋友的問題 這邊呢跟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這位是五眼寬 那反正你遇到問題就 就add他 對 他會來救你 好 這個 PicoRT呢 在這個 STN32 P13 就是在Cumen上 我相信 我相信在 實際的這個 103呢應該 會遇到少一點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是 跑在Cumen上 然後這個Cumen上 現在比較麻煩 那樣是說 Cumen其實有支援 STN32 但是現在 呃 在Git上的是 F2 那如果是F1呢 基本上那個分子 已經停頓很久 大概停頓了一年 所以有很多問題 其實還要 還要釐清 也許啦 也許你各位可以來幫忙 做一下F2 F2 這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貢獻 Cumen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模擬器是這一套的 那但是事實上 F2 F2的話 陸續有一些 source code已經打 已經提交到這個 Cumen 那有一部分 然後你就mudge了 我們接著再繼續看 剛才提到這個 Normat 這個今天講話比較 比較沒力氣啊 所以要找無焉快來幫忙 我今天超嗨的 我今天從那個 我今天從 凌晨3年開始開會 開到 開到現在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指令集 指令集的設計 就是說 因為 On V8 帶來非常大的轉變 所以有很多東西 都要重新定義的名字 On 一開始就30位 後來有個sum 但是64位 就變成複雜 所以有AARC 注意到 這不是念Arch 是它念Arc AARC3 跟AARC64 然後再來是那個 M系列的話 它的對應的詞是Sum2 N系列可以運作的是 Sum1 跟Sum2的指令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個東西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On On的這個指令 又叫AARC32 然後Sum2 是什麼 Sum2是16位的編碼 那Sum2是16位跟三神混合編碼 所以你看到 Sum2是怎樣 這個Sum2是表示Sum1 第一代的Sum2 所以它都是固定16 Sum2就是有32跟16混在一起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AARC64的時候 它的印刷訊編碼 它的BUS雖然高達64個bit 但是它的印刷訊編碼還是32編碼 所以要搞懂這個東西 這東西跟Risk5有W一樣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M7 M7 M7基本上它的指令級大幅的經典 是讓你過去AARC32的很多指令 都被拿掉 所以留下Sum1和Sum2 然後不止 暫時期大幅的縮減 指令大幅的縮減 甚至包含它的周邊也標準化 所以有一個東西叫IndiaC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的部分 它這個東西叫大一桶 整個這個系統 然後再來是硬體的這個 增加更多的 硬體的Breadpoint 這個東西非常關鍵 如果你有關注到我們這個 我們之前的開發 我們在2013年發布的這個 F9 Micro-Curnal 那我們在2013年發布的這個 F9 Micro-Curnal 其實它就有用到這個特性 就是它可以讓你用這個硬體中斷 硬體的這個中斷點 Breadpoint的翻譯叫做中斷點 Interrupt的翻譯叫做中斷 有時候討厭那個頭都會轉過來 這個是中斷翻譯的困擾 所以你有更多的Breadpoint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來動態去修改程式 所以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你相當於說 我程式運作到一半 然後幹嘛 我就有一個新版的 或者是一個FIX 但是因為你的程式 你就想像F9 它會運作在哪裡 它比較成功的商業運動 是用在一些IoT裝置 所以IoT裝置可能是裝在一個 投幣機裡面 你想像一個投幣機 投幣機它應該是十字刻運作的 可是投幣機如果說 它要增加一些項目 或者是要修正Bug 那不應該重啟嘛 因為不要重啟人家投錢怎麼辦 那重啟的時候 人家要去查 因為這種智慧的販賣機 它會隨時保持連線 看有沒有能把這個物理上攻擊 最簡單物理上攻擊 就是把這個機器 從A地搬到B地 然後重啟打開 然後幹嘛 去督取一些風暴之類 這個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設計 時時刻都會透過什麼 LT 透過其他網路去 回報 那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會透過這個 我們就透過這個 這個不會碰的 來去修改程式 動態修改程式 這個就很有趣的設計 所以這個在 F9麥克風裡面 它就是KPOP 學那個Linux的KPOP 然後呢 在這個整個CodexN 標準化的過程中 還提出東西叫Systic 那這個東西 讓 Atos開發變得很一致 所以 這也是很關鍵 所以我們這邊 在移植到不同平台 都變得很容易 然後在這個定值的空間 就是很固定 就是基本上 有些就會預留一些廠商特有的 比方廠商的Flash 的那個Controller 或是廠商的這個 Network的這個 Device Driver 這些空間就是都能預留 然後像這個Systic 或者是這個Exection 或者什麼的 就是這種System Regist 就會怎樣 就會有個特定位置 然後再來是這個 像我有個東西 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Bit Bending 我們剛才在一開始介紹 說有講到一個影片 那今天就有跟講Bit Bending 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然後Bit Bending呢 給CodexN 非常好的一個彈性 可以做非常非常有趣的設計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保證 讀寫順序 這是非常關鍵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三十多元來講的話 的確還是有裸機的 裸機就是Bail Metal Bail Metal Bail Metal的應用 但是更多的是用什麼 用這個ATOS 那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Concurrent這個問題 就很複雜 尤其這個 記憶體讀寫順序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可以善用這個Bit Bending 你可以避開這種 很大幅度可以避開這個問題 然後今天來講一個很 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Exception 這個Exception 這個Exception 基本上就是說 注意到這個Exception 它是從1開始 1到25 那0是被 0是沒有在用 注意到沒有用跟保留是兩件事 保留是什麼 是未來可能會加 加這些東西進來 但是沒有在用就是 沒有在用就是 不去用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這個 我們這個系列還會再講 一個什麼 STN32的Programming 然後就是講什麼 STN什麼Programming 那你可能到時候都會懂 簡單說這個 為什麼它不用呢 因為它的Black Table呢 它基本上前面還會對一個MSP 就是一個那個 Main Step Point 所以它是為了開機的那個彈性 開機的那個簡化 所以它把那個 0那個位置 讓出來 給那個MSP 用 好 好 那你可以從這個畫面中可以看到幾個 就是說 在這個畫面中 前面兩個非常重要 一個是Reset 一個是MI 這兩個都是不能被遮蔽的而已 那其他地方呢 就是這樣 它可以被遮蔽 然後你可以設定 就是 絕大多數的這個 扣架 扣架前三個 基本上絕大多數都可以 做設計 你可以設計不同的優先權 你可以設計它那個 觸發的那個條件 好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那個 這個M系列 Coreless M系列 基本上它有什麼 它有一些很豐富的指定 就是有一些就是 它甚至有這個 浮點 不是每個部分都有 但是就是某些版本 可以加上這個浮點的運算 要不然就 不然說一部分的那個 這個 這個 DSP-like 的運算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 另外一份 那另外一份也是非常關鍵的 另外一份呢 在探討什麼呢 就是 所以我們跟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這個 以Coreless M來講呢 它四場區隔分的 M0 M0 Plus 還有M3 M4 M7 M0跟M0 Plus 基本上都屬於多 就是取代 既有8W 16W 那M3呢 直接打中介能 然後M4很有趣 M4呢它的功能很複雜 它的功能複雜很多 它有什麼 硬體的整數出法 整數 它有整數出法 有整數乘法 這兩個都有 然後 而且可以在兩個cycle做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過去我們要做出法的 其實需要非常多指令 非常典型的出法 你可能需要30道 這個硬刷型的WAS做出來 但是M4直接給你這個 然後更重要的是M4F F表示什麼 M4F直接給你這個 複雜數運算 所以你事實上不需要BSP 就是你去想像這樣 剛剛講的這個晶片 它裡面M4F 那就可以幹嘛 就可以做這個 這個 做這個 數學運算 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快 這個很有趣 我們之前在這個 XTN3和F429上面 我們就做過這個 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上面做一個 軟體的那個 軟體的那個 遊戲引擎 你可以查一下 在我們這個 陳大志工 就是在我們陳大志工 有一個網頁 這個SBS3和F429 那它這個 它這個開發很漂亮 就是它上面有這個 有螢幕 觸碰螢幕 然後有夠多的按鍵 然後重點是這個 周邊的拼腳夠多 可以這樣子做很多實驗 那我們之前就 我們在兩年前就做過 三年前就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在上面 完完全只用軟體 做了一個那種 遊戲引擎 那這遊戲引擎可以做這個 3D的 3D對 就是 立體對平靜的投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有一個物體啊 它旋轉啊 就做了一個 綽綽的 那甚至有人後來把那個 毀滅三次 就是那個 這個DOOM 把它移植到這個F429 的確也是 好的好的 然後呢 我們M系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跟大家看到 TRADZOOM TRADZOOM它不是新東西喔 但是 M系列把TRADZOOM 又給它賦予新的生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這個 這兩個都是 這個 不是兩個人啊 只有一個人 那這個 這個Minos Minos是我以前的同事啊 然後他現在就是這個 英國劍橋 然後他就在 在那個 就在總部 在總部工作 那 他主要的就是 他主要做就是那個 有一個很 他的職位很酷啊 叫做Principal Security and Mail 就是那個 主任安全工程師 這個Minos 我們要認真介紹他一下 是強者我同事喔 他最重 最知名的這個 貢獻是什麼呢 他最知名的貢獻就是 把XBUS 破解 那破解XBUS 可以幹嘛呢 就是可以裝Linus 你說破解XBUS 把裝Linus 怎麼搞破呢 這個東西搞破可大了 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我看錯地方了 剛剛嚇到你對不對 那這個 他最知名的就是搞這個 就是把XBUS 把它改裝 改成Linus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 XBUS的主機 其實相對便宜 我們都知道就是歐美 歐美的電腦主機 沒有像台灣那麼便宜 歐美電腦主機很貴的 而且他都是整個加機構 什麼的 加機殼什麼鬼的 所以很貴的 但是XBUS很酷 XBUS外觀很漂亮 內容運算 那個運算能力很強 對不對 還有PPU 好 所以搶著我同事的Milos 他就幹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在想 既然XBUS在市場上 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取得 它比一般的更便宜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裡面的Wingos 換掉 叫什麼 Linus 那是不是瞬間就有 物美價廉的電腦 可以跑Linus 其實對推廣Linus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會搞這個東西 然後最困難要什麼呢 最困難要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賺錢 這到底很簡單 就是 因為你把XBUS 改裝成Linus之後 它就變成了什麼 它就變成了一台個人電腦 而且這個人電腦的 等級 又比一般的個人電腦來的強 然後那個 又比較便宜 所以你可以賺一些差價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酷 那當然 Microsoft也不是白癡 Microsoft也不是省油燈 那當然不會 一下子就讓你把那個 作業就換掉 對不對 XBUS之所以賺錢是靠什麼賺 當然是靠那個 不是靠賣主機 XBUS的主機很便宜 所以 Microsoft搞XBUS 最主要是靠遊戲來賺到錢 當然不會希望有人 直接把Linus撞出去 所以 你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過去來的資料 他就幹了一下很酷的事情 後來他發現一件事 XBUS的保護是透過 用GPU來保護的 這個超嗨的 就很多人都想要把 不只Linus 就很多人都想要做這件事 就是把XBUS的Windows 換掉 換成Linus 都不換成其他AOS 都一直沒辦法攻破 因為就是有很多限制 沒想到最酷的地方是 他的鎖竟然放在哪裡 NVIDIA的GPU上 所以他就做一些神奇的Hack 有些你可以查一下 好 所以這段過程中 他就變成一個安全 就是資訊安全的一個專家 所以他後來到 按工作之後 就專門來搞安全的 因為你要先搞懂怎麼破壞 才知道什麼防疫 所以他來做這件事 很有說服力 那他主持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叫什麼 叫Microvisor 這Microvisor我們之前在 我們成功大學 也是在差不多三年前 開始在研究這個部分 也對Microvisor做了一些貢獻 那Microvisor是un-embed的 剛剛前面講的 embed的一個指項目 這個Microvisor最主要的公主 就是說設計一個Hypervisor 這個Hypervisor作為這個 作業系統跟硬體之間的強調 一般來說 作業系統就是直接跟硬體溝通 但是Microvisor把作業系統 再把它承載提高一點 因為作業系統有可能被攻擊 各式量攻擊 但是我可以保證 有一層很小很安全的軟體 可以去保護作業系統安全 那如果作業系統 比如說它更新 或者作業系統被破壞 最起碼我還可以 維護這個系統安全 這個在整個IoT 非常重要 那我們過去都知道 就是說台灣廠商 比方說我們講 比方說我們講 Novatic 就是所謂的滷肉飯 滷肉飯公司 或者聯巴克 什麼大M小M的 那過去呢 這些工程師都非常盡心盡力 那這個台灣工程師的 這個復甦是 是永無共主 下次你也認真 那但是呢 就是過去呢 這個問題是說 我一邊做產品 一邊推廣 然後遇到不好的時候 就派工程師去飛 那 差不多在 十幾年前 發生一件一起空難 就是突而起空難 突而起那個 飛機墜機 那跟小M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M-Star很大的關係 因為 M-Star當時是全世界非常重要 重要是這個電視晶片工程師 一直到晶片工程師 那這個 M-Star很多工程師 他就是到突而起 因為突而起 是歐洲的門戶 就 這個電視跟很多 東西不同的地方 所以電視的搬入成本很大 所以 組裝場地哪裡 電視的組裝 尤其數位電視的大螢幕那種 的組裝 其實是在突而起組裝 然後裡面用的晶片 就是M-Star晶片 然後那個 有很多 澄清半導體的那個 工程師 其實就是到 到突而起去 就四幾年前在那 去那 陪客戶解決問題 然後 但是呢 就很不幸 搭上那個死亡班機 就醉機了 這四年前的事情 那 為什麼要提到這一次 就是說 如果當初 把這個軟體做好 因為其實 如果你可以把 遠端的這個出錯做好 也許 不用 也許根本不會遇到 這麼多人遇到 那麼多優秀 那麼多家庭 背後不會那麼多 損失 那 但是我現在知道一件事 在IoT的時代 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嚴重 因為你不可能派工程師 去解決各式世界各類的問題 你想 就是說 這個IoT裝置就像這個東西 被抓到哪裡 被抓到天花板 難道你派 派聯發科的工程師 跑到天花板 跑到那個鋼架裡面 跑到那個 房路的骨幹裡面 去幹嘛 去找出那個晶片 然後拿那個什麼 拿那個JTAG 拿那個 OpenOCD 拿那個 拿那個各式各樣的 那個Ice去幹嘛 去debuck 怎麼可能對不對 然後這東西有可能會 飛上太空 對不對 你為了修個太空站 的buck 然後教你的聯發科工程師 飛到太空去嘛 不要鬧 都沒睡飽 飛上去 活著回來都不曉得 對不對 所以 在IoT來講的話 這個debugging 是非常大的挑戰 不只安全 debugging 其實甚至它 都是在一體兩面 然後過去 有很多 尤其台灣的產品 有很多各式各樣漏洞 不是故意寫壞的 而是說 為了要遠端除錯方便 但是 都變成那個笑柄 當然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那個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Dlink 這個 這個 每次講Dlink 這個很難過 Dlink後面加一個 F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文章太丟臉了 我就不看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很多公司 為了要除錯方便 為了讓工程師不要疲勞奔命 所以它開了很多後門 所以基本上就會有這個 F CK Dlink 那 這個就很麻煩 但是人家知道一件事 過去在做網通裝置 也許這一招還可以 因為大家可能還沒有這個意識到 或者說這個Dlink不行 就換你來加 它可能是這樣 它沒有 它不見得有那麼高的重點 但是你要知道 IoT的裝置 它會裝到你加裡面 而且像剛才講的 我們會想辦法讓它 連續使用時間可以夠長 我們可以讓它 用更進階的電源管理 然後讓它用得更久 那這時候的問題是什麼 它根本就沒有機會被拆掉 那我要怎麼做到遠端的出錯 我要怎麼遠端去更新問題 我要怎麼遠端去 處理那些聯動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條件 所以其實IoT其實可能很大的條件 在哪兩天 但是偏偏這是我們很多台灣工程師 要期間欠缺的 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不要麻煩就是說 我在等 或者很多人就是查關鍵事 然後等到某一天奇跡會發生 基本上奇跡是不會發生的 解枯是不會發生的 甚至奇跡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剛才講的東西就是 Microcontroller的安全 非常困難 而且你又要馬兒喝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 其實它這個改變很大 然後我又知道說 如果這個東西沒做好 其實它可以帶很多攻擊 在去年已經發生好幾起 殭屍網路攻擊 簡單就是說你的IPcam 裡面被惡意的韌體 惡意的軟體進來 然後運作 然後就帶動一系列就不能運作 就把你的網路癱瘓 把你的個子看光光 這個還算小case 更麻煩幫你刷卡 幫你做挨桌的事情 這可可怕的 所以接著就是說 因為它的量規模非常大 以Codex M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達到什麼 已經達到百億的單位 100億個Codex M的出貨量 當然這麼大的出貨量很大 比例它是伴隨著手機 伴隨著一些產品 這樣可能不只一個APP在裡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裝置 Codex M的晶片有100億 但是對應的產品機構也不少 一定也是百萬千萬級的數量 所以問題來 我要怎麼確保說這些裝置都可以安全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在這個以M系列來講的話 它有個東西叫MPU 就是什麼叫做Memory Protection Units 那就是基本上 它是一個 固定式它是一個基地保護單元 它不做Translation 它可以去說明特定的Legion 所以就這樣它的術語不是Page MNU的術語叫做Page 一個頁 MPU的術語叫Legion 一個區域 我指定一個區域是可讀 可寫可執行 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它就繼續去探討 比方說這個東西我要怎麼去切割 所以它後來想法是什麼 我能不能去切割 切割這個系統 好 那這時候我們需要一個很有效的 一個硬體的擴充 因為用軟體的方法 不是不行 但是它的對效能的折損太大 那在按V8M的時候 就要按V8M 這個東西提出已經一陣子了 但是真正的晶片一直到今年才有 AV8M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叫TruckZoom 在TruckZoom 基本上你可以想說 我有一個特別的執行的模式 它可以去怎樣 它可以把你的 它的模式又比一般作業系統的模式更高一點 所以你會想 它是凌駕於一般的作業系統 來保護作業系統 來隔離作業系統 然後再來是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創造一個 它可以去讓中斷處理 有一個什麼 你就想到有一個管理員 去專門來看中斷處理 除了原本的ISR以外 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可以專門去看中斷 你可以把它拿走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用法大概像這樣 就是說基本上你可以想像這樣 就是說CPU就有兩種狀態 紅色的地方是不安全的 綠色的地方是安全的 一般來說不安全的地方 那就是通常涉及到任體的更新 或者說會遇到Wi-Fi 藍牙這種會遇到外界攻擊 我們說比較不安全 所以有些會更新的部分 那綠色的部分就是我們信賴過的 那就是基本上它不會隨便變更 那我能不能創造一個機制 但是這個機制讓我可以有兩種以上的模式去用 所以像畫面中這樣 所以 這個處理器就有兩種狀態 一個是不安全狀態 它是一個通用狀態 不要把不安全想的很恐怖 它就是說它是開放的系統 那另外一個就是封閉的 那所以我有兩個狀態可以去切換 那剛才提到的Microvisor 然後從這名字可以猜得出來 它是針對MicroControl的一個Hypervisor 就陰增在這裡 它可以用右邊綠色的地方去保護 所以左邊在升級的過程 在升級 任期升級 或者在上網過程中 我可以來我去檢驗 我不是用左邊去檢驗自己 而是右邊安全的地方 封閉的地方去檢驗 然後所以如果說 Divine Drive出問題的時候 幹嘛 我可以中斷它運作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然後這個M系列 今年 在 ST之前就展示過 這個VA的M 我們之後有空 可以跟大家來探討這個部分 然後就說 這東西怎麼用 這個 就不是我們在 今天可以涵蓋的範圍 那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說 這東西不是未來 它已經發生了 所以 作為軟體工程師 你們覺得壓力很大 對 對你來講 剛剛講到現在 除了市場以外的東西 講技術 很多都沒有聽過 但是 它又發生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你如果做一般的工程師 真的要去認真想個議題 就是你怎麼去 接上這個世界發展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系列 我們來講一些技術面的部分 M系列 那M系列呢 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資料 一定要找一些權位的 尤其On的這個網站 很難讀 但是一定要看 因為這幾年實在是改太快 那如果說你不太想看On的資料 不想一下看On的資料 你可以看一下Wikipedia 但是要注意看 Wikipedia一定要看英文 中文的落差實在太大 然後這個 因為這幾年實在是變化太大了 所以我快速跟大家講一些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是M23 M33這種系列 好 來看一下這張對照圖 那這張對照圖 就跟你講說 有很多東西是選購的配備 那當然M0 它的東西就是 它的空間很小 M0的大概有12000個電晶體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小的設計 那當然很多東西都不具備 那從M3開始的巨大 我們剛才不是講它SYSTIG SYSTIG 它就變標準配備 M3以上就不要 對不對 但是有個東西好玩的 M23 M23是On V8M 注意到 我們講M3 M4 M7都是On V7M M23是On V8M 那M23是在取代誰的 What M就是在取代前面講的 N01 hundred 1 然後這個基本上很多是選購 雖然它是選購 但是很多家的公司 那個 SOC 的供應商機都要提供 然後再來是這個 M7 注意到 M7 M7可以知道幹嘛呢 M7可以讓你有這個 注意到看那個畫面這個 M7 注意到這個上面來 insulting cache data cache 注意到給你 那如果說我們看更細一點 就是看這個 它的一些從指定的觀點來看的話 M0 M0加 還有M1 M0 M0 M1 基本上它是 按V6M 那 基本上它的這個指定呢 涵蓋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如果是 M3 M4 M7 基本上就是按V7M完整 然後M33呢 它的鎖定就是要取在前面講這個東西 所以它也是涵蓋的 好 然後 然後這個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這個M3開始就是什麼 就有懲罰 注意到有內建的懲罰 兩道 兩個class cycle就可以做完 這是非常酷的事情 然後它可以做 又是四文跟三色文的版本 所以 事實上有很多印算 然後不然除法 也是一樣 有的從M3開始就有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剛才講是那種小東西 記得 有硬體的那個除 懲罰 懲罰跟除法 然後DSP指定的話 是從M4開始 那尤其是M4F 這個 所以這個 DSP的指定就是成家那個操作 這個東西影響是非常大的 事實上在市面上有些 有些像一些監控系統 其實慢慢也是開始用這個M系列 所以這個東西的成本 其實很低 可能就是3到5美元 但是可以帶來很大的空間 好注意到 好 我剛才講到操縱 基本上就是在什麼 在M23跟M33 就是按V8M的架構下 好 然後在這邊 真的看一下 那M0 M0 Plus是什麼 M0 Plus是M0的一個精簡 可以看到 它只有兩個Stage 然後 在M3 M4 M7 這三個 然後M7到六個Stage 好 然後這個 M0 M0 Plus還有M1 這個要知道 它是 Ambi 6M 那它是屬於這個 Wong Neumann Architecture 然後 那事情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個 M3 M4 M7 是屬於HUB Architecture 這個東西要比較區別 那一般來說 HUB Architecture 有機會等一下 達到更好的 效能 但是功耗就 還是有些差距 那底下這個指令的頁 我們就先跳過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件 那這個文件是 這裡有一個簡報 是在2021年裡面的簡報 寫得非常好 那 它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 針對這個內容去補充 那注意到這個內容 有很大的比喻都是過時的 所以 所以你再譬如說 請你搭配看那個 搭配看我的說明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 所以前面就跟你講的複習 複習這個 注意到 這份投影片 是跟你2012年的簡報 所以他跟你講說 還沒有好 這不是啊 UNVFM早就有了 你每天用很多手機 基本上都是UNVFM 基本上無所不在 好 M3呢注意到 M3我剛才講過了 它是屬於HUB Architecture 但是 它所想要取代的對象是什麼 是UNVFM TDMI UNVFM TDMI 它在 上個世紀末 就已經上億個單位的出貨量 那事實上呢 很多手機晶片的用途就是 UNVFM TDMI 包含聯發科的晶片 聯發科晶片 一向都是以這個省電著名的 那聯發科晶片很嗨的地方是 號稱手機可以待機一個月 那種 沒那麼久啦 其實一般來說是大概20天 但是還是很近的數值 那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這個UNVFM TDMI 然後這個 注意到這個指令級的設計 就是 在過去UNVFM TDMI 有三首元UNVFM 但是在 Codex M3的話 它只有SUM1 跟SUM2 然後它 配備上兩個都是3 stage 但是 這個M3有個比較特別 它有真的 不能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稱為 比較關心SPECTIVATION 然後就是針對一些 某些電階KINT IT ITT這種東西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就是說 在哪裡 Intel Legends M3大幅縮減 所以你看原本需要 42個cycle 這樣有機會縮減當中 12個cycle 然後在整個M3來講的話 它的電源管理 它就內建了 但是在 UNVFM TDMI的時候 它需要自己去做 然後這個M3也有 然後你可以 你Drystone的數據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非常重要 Drystone數據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 同樣的SUM1 其實可以達到更好的 效能 這是一個關鍵 然後跑卡選取區域 可以達到更低 這個最後就跟你講 這個Dye Size來講話 這個是很有競爭力 就是你的 這個Code本身 跟它加上周邊 就讓它也是個競爭力的 那這邊就跟 這邊之前講 這個效能數據 所以簡單說 如果我們把 那個M3跟 UNVFM TDMI去比對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就在效能上 增加了 但是Code Size會更有趣 Code Size 如果我們拿 32個版本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SUM2 16文跟32比起來的話 你看到說 很多Code可以得到 更小的Size 所以搭配我剛剛講的 Fetch 這個東西的影響就很大 我的效能更好 那我需要空氣更小 是不是 4月的什麼 我很寶貴的Street 可以拿幹嘛 做更該做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的關鍵是左上角 左上角基本上是在很多Code 就是M3的Code 都是共用的 所以叫做M3 然後在不同的時脈 然後呢 比方說上面有什麼 Debugging的界面 然後再來是 有紅色框錢 就像是MVI-C 所以我將會跟大家談到這個 英特化可說的 然後那右邊的話就是 基本上各家廠面去擴充的 擴充的 USB Canbus UART SPI SQC 各家廠面去擴充 然後這個Bus M8 Lite 這個Unlight的Bus 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 大家常常可以共有的 所以我今天要 在上面開發作業系統 針對M3去開發作業系統 就變得怎樣 變得很容易就移植 因為我們看到左上角的地方幾乎都不動 只有右邊 針對各家廠商 右邊跟下面 針對各家廠商去調整 這是一個非常都來大的改變 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兩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一個叫做 操作模式 Operation Mode 或是叫Operating Mode 那按CodexM有兩個操作模式 主要操作模式 那兩個操作模式 一個叫Dream Mode 一個叫Handle Mode 所以主要先記一下 Sway Mode就是你可以想的就是執行序 它所執行的模式 所以有Sway Mode跟Handle Mode 那Handle Mode 底下就寫錯字了 就Handle了 少一個R 那Handle Mode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什麼 ISR ISR Handle 這個叫Handle Mode 或是Ecession Handle 所以 要注意到這個 有兩個Handle Mode 跟Frame Mode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講這個指令 一個是以CPU內部的什麼運作模式 另外一個是一個指令的等級 就是說有些指令它是有特權的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有特權的 才能夠執行 所以就分兩種 這個叫特權等級 所以不要搞錯了 一個叫Operation Mode 或是叫Operating Mode 那另外一個叫做Privileged Level 那所以人家知道一件事 Handle Mode它一定是Privileged 沒有User的Privileged 不是 所以這個ISR 或是Ecession Handle 一定是Handle的Privileged 但是Kernel其他地方 不要說Kernel這樣處理檔案系統 它不是Ecession Handle的 那它就是Handle Privileged Level 好 好 在On7TDN來的時候很麻煩 它有一大堆以采取 它有一個User Mode 然後有六個以上的特權模式 非常的麻煩 還有Bank Register 有興趣可以查一下什麼 FIQ 非常之麻煩 好 那到M系列的時候變得很簡單 對不要懷疑 從上面到 從前面到後面都非常單純 所以你基本上 我也不用去做什麼Banking 我反正能用戰略器 我就是這些 0123 然後依照15 就是通用戰略器 那通用戰略器裡面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Link Register 然後Prom-Counter 然後在右邊的話 就比方說這個Control Register 比方說標示我現在就是 是什麼 是不是特權的狀態 還有一些必要的資訊 所以我現在頓時變得非常單純 我不用像過去提前 要搞得非常複雜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 介紹它那個Staking的過程 好 那接著我們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什麼呢 來跟大家探討這個Exception 來 來 這個 编寬 又來了 對 又給你吃機會了 好 好 各位好 那 我是吳彥寬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CodeXN 的NBIC 那我先開個頭 好 那 我們其實今天最主要想要介紹的是 CodeXN 使用NBIC如何達到所謂的 Eternity 跟 Low Latency 對 Terminity Etern 終於在邊一點 Eternity OK Et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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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不要再有按 好 那我們大概看到整體架構圖 我們都看到NBIC 其實是 我們剛剛講到它是 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 對 所以它跟Interrupt非常有些關係 那 那我們要解釋這個東西前 我們應該要先解釋 什麼東西叫做Nested 那我這邊有附一些reference 那我簡單給的解釋就是 interruptable 的 interrupt with priority 對 那也就是 我們的 interrupt是可以被 interrupt interrupt是可以被 interrupt的 對 但是要不做到這件事情 你要先確保 整個interrupt的 code 是reentrance 那這篇裡面會講得比較清楚 然後withpriority的話是 我們可以確保 我們可以 確保說我們 處理的順序是如何 對 所以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 那我這邊寫到 Nested interrupt給我們 就會有幾個好處 那就是 interruptable 就是preentive 然後 對啊 就是 Nested interrupt 它的定義是什麼 在講這 interruptable interrupt withpriority 我把它結出來最好的 就是 簡單來說 我們在一個地方是 假設我今天已經有一個中斷發生 然後我真的去處理 中斷發生 然後處理這個程式 我的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那我有機會 我有機會 讓這個ISR 的執行中斷 在什麼條件下 有更高優先權的 中斷進來 對 所以我優先去怎樣 去處理 更高優先權的東西 所以我的ISR 自信到一半 它原本的優先權比較低 然後它就被 被搶贈的 所以這個東西 適合到 interrupt的圖案去 對不對 對 好 好 在我 剛剛 稍微 忘了提 那個priority的部分 那 呃 對 所以priority 就會決定你的 就是 是否可以搶贈 對 也會決定你的順序 那 所謂的NVIC 我覺得它的特色之一 就是它用硬體 來實現這個 nesty的e-crop 你會看到reference裡面 其實會講說 之前Linux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 然後先確保re-entrance 然後再整個 整個扣斜 整個扣斜的 對 那 呃 對這邊請假如大家很有興趣 就自己回去 稍微看一下 那 我這邊先給大家一個 最猛的東西 我目前看到這邊最猛的就是 就是NCA的系統全部整理 對 對 對 那你會看到其實裡面包含的 東西是非常 多 的 對 那其實就是 我覺得裡面 應有盡有啦 你要reference menu 然後 你要什麼 有沒有修訂過的版本 它全部都寫在裡面 所以假如有興趣 可以先直接點進去看 那 我們再來要介紹 其實首先我們先介紹一點點 NVCM 那 我們主要會介紹跟NVIC 也就是所謂的exception 或是interrupt 相關的地方 那 剛剛老師已經有講過 所謂的就是 CPU的operating mode 跟所謂的privilege privilege level 跟還有 呃 privilege 對 privilege level 那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 來看 其實這邊 這是 這是M3的教科書 就是 也是Joseph 寫的一本 在reference 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 他這邊寫的不太好的原因 是我在document上 都是看到 stray mode 從來沒有看到user 這個部分 呃 不對 這是unprivilege 從來沒有看過user 這個部分 對 那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如果說我的話 我會習慣 照reference menu上面的 也就是 使用unprivilege 對 那 我們大概看一下 handle mode 跟所謂的stray mode 這裡面有什麼差別呢 嗯 主要要看到下面這個圖 那 我們先可以忽略上面的privilege 就是privilege 就是privilege 那 我們先所謂看到 我們會在user thread 也就是 unprivilege的stray mode 要怎麼樣到 就是到handle mode 對 也就是發生interrupt 這邊會看到 發生interrupt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的user user task 發生interrupt的時候 會 會跑到handle mode 對 那 注意到的是 handle mode 永遠只有privilege 就是他永遠都是 他永遠的privilege privilege level都是privilege 對 就是這個要注意 所以其實他沒有 handle mode 沒有unprivilege mode unprivilege mode 對 那 在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privilege thread 對 那你看到我們這邊進來 所謂的handle mode 那你可能做一些出來 那你可能會想要切到 那你可能要做一個叫做 exit 就是你中段處理完了 你可能會回到user user task user thread 或是有可能回到kernal thread 對 是有可能的 可以嗎 但是我們這邊注意看到 這邊就是exitual 然後去一回 但是有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只有單條路 對 所以呢 一個privilege thread 也就是我們可能會實作的kernal thread 要怎麼 只有kernal thread可以到user thread user thread user thread是不能到 不能直接到privilege thread 對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解釋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所謂的sbc supervisor code的原因 對 那 繼續 那我們再會提一下一些redges的 這個基本觀念 那剛剛其實也有看到 那其實剛剛我有road提了兩件事 就是所謂的stay pointer 那這個m系列的話 它其實就會有兩個stay pointer 一個叫做mainstay pointer 跟所謂的processstay pointer 然後他們的保存機制是使用 就是就以前的那樣banking的機制 也就是你今天可能現在在使用的是psp 那你可能假如說 假如說我們現在在user thread 那我們其實是 通常我們都使用psp 那假如說我們一發生一個interrupt 其實我們是會馬上切回去 切到所謂的nsp manstay pointer 對 那其實你的psp還是被保存的 對 但是你現在就是馬上換成nsp 那就是所謂的banking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psp跟msp 對作業系統的意義在哪 好 意義喔 對 要不可以從那個 應該要通常跟你講 從系統指標的觀點 從那個isr的觀點 可以 但我 好 最後我們稍微講一下 因為切換不是只是畫個鏡頭 不要切換 是啦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打到後面 好 好 那其實我們也就是發生exception 那 好 就是發生 這個n系列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在做exception的時候做很大的優化 應該 我覺得就是 就是他就是很多東西都幫你硬體做掉 對 那我們簡單舉簡單一點 例如說我們現在在user thread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 使用的那個stake pointer是psp 也就是program state stake pointer 對 那 假如說今天我們發生一個interrupt了 那其實我們是需要 假如在a系列的話 我們其實是需要自己保存一些暫存器的 但是在m系列的話 我們 所謂的context 對 我們的context 其實他會幫我們存 已經會幫我們存部分的context 那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對 那存進去了之後 那你還要再確定說你今天發生interrupt 大概是到哪一個mode 對 那你可能是到handle mode 可以嗎 那 那就是你會發現從handle mode 他使用的stake pointer的話就會是nsp 對 這是因為privileged handle mode 就是他 他通常是跳過去的時候他一定是使用nsp OK 那 我們假如說 假如說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privileged kernel thread跟所謂的user thread 我們 主要差異的話 我們可以 重點的話 kernel thread通常是使用nsp 那user thread的話是使用psp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透過control register 但我們也會提到control register來調整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是說 我剛有提到說 on的這個 cogexn 基本上如果對其他架構比較熟悉 對mix 或是對cogex8比較熟悉的朋友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 cogexn把這些細節幾乎可以對應到 這個 這個行為幾乎可以 一對一的對應到作業系統的撰寫 像A系列給你很大的彈性 比方說A系列裡面 箭頭雖然畫得很像 但是它沒有 它那些佔領性你要怎麼存 你是自己的自由 你的 市場沒有被規範 但反過來說m系列就很特別 但是這個 你要怎麼存 它基本上很多格式都互聯 所以如果說你去看m系列 對應的RTOS的程式碼 不管什麼 Friatos Linux 或是 UNICAM寫的F9 或是Pico 你會發現說 大家寫得很像 注意到 那不是因為抄襲 而是等一下 如果你照著規格書寫 就會做出類似的 尤其是幾個人 就會做出很相似的 但A系列就不一樣 A系列就像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其實A系列給你很大的彈性 對 一線就要自己儲存你想要存的 register 那N系列就會先幫你存進去 那整個其實會有15個 那我們這邊還有幾個叫 spatial register 那spatial register 其實我覺得是 蠻重要的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叫做xps 也就是所謂的program state register 那其實 它是有三個register組成 對 那有所謂的aps啊 ips啊 eps啊 eps啊 那其實名字都在這邊 那其實aps啊 其實就是跟 整個 詞性很相 應該說是跟 也就是 那種flag condition condition flag 對 也就是所謂 你看你在做這個 instruction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生什麼 例如說 相剪完等於0啊 或者說overflow 或者是不是 是不是negative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跟application比較相關 那再來是ipsr ipsr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ipsr其實可以跟你講說 你現在到底是不是在 那個就是所謂的 exception的context 也就是所謂的 你是不是在handle the mode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它可以跟你講說 你現在到底在處理哪一個interrupt 對 然後你會看到你現在處理的interrupt member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看control regis的不準 要看這個ipsr才是最準 對 因為 因為規格書裡面就沒有寫說 要看control 來判斷 是不是 是不是在那個interrupt裡面 那ipsr其實是跟執行比較相關的 這邊我簡單提幾個 就是這個t就是所謂的sumbit 對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n系列其實都是使用sumb跟sumb2 那我們其實 指令 要設定的話我們是需要設定這個sumb bit 對 那 這個ic i跟it 其實 不是這麼重要 那 因為就是我們寫code不會用到 其實它是幫我們做了一些 像例如 啊 這個是if if lainelse的這個優化 就是我們在iflainelse的block裡面 整個被interrupt的時候 我們是有辦法restore整個狀態 我們那時候 例如說我們else都到哪邊 對 那 我們剛才在講那個 on7TDMI跟Codex M3的比較的時候 都有提到說這三個都是吧 都是3 stage pipeline 但是M3做了一個特化叫做 3 stage pipeline 再加什麼 speculation branch speculation 就講這個 所以我這個分支啊 其實相當於 你就相當於 某種簡化過的這個分支一測系啊 就是我提示嘛 哪些東西是 一定會發射分支的 或者接下來什麼時候才會做 這個是在我們那個做最佳化 所以如果說你搭配看那個pcode的程式碼 可以看到一部分這種code 就是組合員地方你找it 就可以找到 或是ig 或是igp那種的 對 那還有三個比較大的register 這三個其實是跟NVIC都還 還蠻相關的 那 這邊提還太早了一點 然後我等一下會回來提 但是 對 這邊提還太早 我覺得 但是怎樣 但是register一定要全部列完啊 對啊 沒辦法 那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 我們 我們休息到這個 2155 2155 好 我們再繼續 好 好 那 嗯 我們還會看到所謂的control re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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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對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操作control reg來 來 來變更 我們現在到底是在privileged level還是unprivileged 對 那 你們發現其實後面他會講只有在spread mode才成立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講的 那個handle mode永遠是privileged mode的 永遠是privileged的 對 這很重要 這要請大家 這很容易搞混 大家很容易搞錯 因為大家一般都會去讀這個值來看 到底我們在privileged 還是unprivileged mode 但這個只適用在thread mode 欸 privileged level 對 我講錯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可以更換我們的nsp跟psp 對 那 這個還好 這個補充一下就是說 所以我們來講那個剛才講那個privileged的話 所以比方說回想一下剛才那張圖 那我們講一下privileged的意思 很多人會把privileged跟permission搞錯 privileged事實上你可以看到說 有些指令 比方說我同樣存取controlregister 事實上不會永遠都合法 如果你要存取完整的control的話 事實上你要怎樣 你要在handle privileged和handle 你才會把它存進到這個完整的control 如果你只是在這個一般的user 你的control只能怎樣 你可能就不能設定 你只能讀 讀某些東西 不然就是會失敗 對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 為什麼user thread 不能回到privileged thread的原因 因為我們不能去寫controlregister 對 在user mode的時候是不行 privileged mode是不行的 對 那好 再來我們進到重點 那 這邊我使用的東西叫做Exception 那 那大家現在就是 就是我們可能要重新定義一下Exception 那 它是整個 應該說我是參照 呃 那個codesm的那個reference menu 去來使用的 那我等一下會把整個Exception 跟大家以往的一些interrupt整合結合起來 那 我們先定義什麼叫做Exception 那 我們先 先講一些Exception它的 簡單講它其實就是改變你一個正常Program的一個流程 正常Program的一個觸發條件 所以其實你正常你的Program不是執行到一半 然後你突然會被人家打斷 對 這就是所謂的Exception 那 按它就把它歸類成 這就是所謂的Exception 那 你現在只要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 不是這樣 呃 如果說我們從那個Pipeline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 Pipeline不是會 Fetch Decore 然後再來是Excel 對不對 這些地方 這個Pipeline 它會有一個順序性 所以我們講的程式流程 其實在講的就是 就是它講的那個Pipeline的順序 那當然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分支 但是不管怎樣分支 再怎麼跳 它都是怎樣 它是可以一起的 但是發生Exception的時候 它會遇到一個什麼 不可預知 它不 它是 它下一步是怎樣 不曉得為什麼說 會發生什麼狀況 對 像這種改變那個程式流程 所以其實 Exception 跟那個Pipeline的行為 也是有很大關聯 那A系列做很多這種水假話 但是M系列就比較單純 所以M系列是很單純那個 我們講的M系列是 我們講的M3跟M4 那M7有點變化 那關鍵地方就是說 所以你今天聽到那個什麼 軟體中段 你今天聽到的說 像那個什麼 外部的啊 比如說那個Timer 或者之類的這樣 那基本上這都是Exception 就是On的規定是這樣 對 那 這邊還要來定義 稍微定一下它的 Exception 就是所謂的 兩個階段 一個地方叫做 Exception的Generation 就是它產生 並交給 處理器 對 那再來是Exception的 Processing 那其實它包含三個流程 也就是Exception的Entry 就是真的你要進到Exception 然後再來是Exception的Handle 也就是你進到ISR 開始執行ISR的東西 然後ExceptionReturn 對 所以其實 我們把 Exception的產生 跟它在整個處理上 是把它拆開的 對 我們是把它拆成兩個stage 對 那今天 那我們再來就要稍微提一下 什麼是Exception Entry 跟ExceptionReturn 因為這還蠻重要的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那其實這份其實也有講到 剛剛講的Operation Mode 其實這邊都有講到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 所謂的Exception Entry 對 那 其實Exception Entry 就是我們要準備進 Exception 要準備做ISR前面的前置動作 那我們說過 剛剛我們就有提過 硬體其實會幫你自動Push 一部分的Rigids的進去 那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這邊Push了 Push到哪裡 對 對 好 Push的話 最主要是看你現在 在使用哪一個State pointer 對 這很重要 就是例如說你現在在使用PSP的話 那你今天Push 就直接Push到PSP裡面 對 假如你今天是在用NSP的話 你就直接Push到NSP裡面 對 那 所以是根據你現在到底在使用哪個State pointer為主 那 所以我們大概會Push這幾個 R0到R3跟R12跟LR跟PC跟XPSR XPSR就是剛剛我們講的Program的State Regist 就是它相關狀態其實是被附進去的 那 好 那 那有進就有出 那我們再來看所謂的Exception Return 那Exception Return 就比較複雜了 對 因為 呃 我們有可能想 我們有可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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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SWED Mode 進來的 也有可能是所謂的 也有可能是從Handler Mode進來的 那我在這邊找位提一下 就是 我們在被 我們 Exception Entry 有可能是在Handler Mode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過我們是Nasty的Interrupt 就是我們資源是Nasty的Interrupt 那我們在Interrupt的時候 還有可能被更高 更高Priority的 就是 簡單就是說 我 我已經在 我已經在 我已經執行SR了 所以它本來已經是Handler Mode 對 然後這時候有一個更高優秀的功能 對 所以我又跳到另外一段ISR 但是跳的過程中我都還是Handler Mode 對 所以我到最後 因為我 原本在已經 我原本就在ISR裡面 那我到最後 又跳到 到最後又來一個Interrupt 那我又跳到另外一個ISR裡面 但是我回來的時候 應該要回到上一個ISR 對 所以我應該是回到Handler Mode 這邊是指明說 我要回到哪一個Mode 對 那這邊是回到Street Mode 但是它是使用MSP 這邊是回到Street Mode 但是它使用PSP 對 那我們剛才有說過 我們一開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到底是使用 Push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Push了哪 Push進去哪一個地方 對 我們到底是Push到PSP還是MSP 對 其實它會把我們的狀態都記下來 那到最後它會Pub的時候 它會直接 那據我們到底是出了一個什麼 來Call這個 也就是它會 這個數值的意思是什麼 對 也就是它真的會 它的PC會直動 也就是PC會直接去執行這一段 PC的內容 就會執行這一段 也就是我們到最後要 那所謂就是可能就是 Promantor的內容會被改成 左邊這些數值 對 Promantor的數值可能會被改成這些 對 那 這些東西其實你會發現它根本不是 它根本不是在一般的 就是所謂的 我們可以使用的rigid上面 它是 已經在C-turn C-turn-rigid上面 C-turn-map上面 所以 但是這幾個是它特別拿出來給我們使用的 對 但是我們 也不用特別待遇 就是我們使用的話 硬體就會幫我們做事 對 應該就是我們照著它規則 做我就可以了 呃 我 啊 怎麼辦 你至少要說 閃開交給專業人來 好 這個文言快很認真啊 但是它講實在很難理解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這張圖其實很關鍵 就是我們再複習一下 Operation Mode跟這個 Privileged Level 那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就是說 CodexM它的設計是希望 讓作業系統的開發可以怎樣 可以更理智 好 那我們來思考一個幾個點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的東西在哪裡呢 我們在想一下 來文言快 我們剛剛來講哪一段 這一段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Exception Return Exception Return就是 我今天要回來 對不對 對 Exception Exit 一個進去來一個離開嘛 所以我今天離開 對不對 我可能會從這邊 離開到這邊來 所以就比方說 你就想像我今天是一個ISR 那我離開 那我到這邊的話 有可能是吧 作業系統另外一段程式嘛 比方說檔案系統啦 比方說這個 比方說那個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一體在哪裡 就是事實上我從左邊跳到這邊來的時候 是整個Privileged Level都不一樣 我再講一次 我從這個方塊這個Privileged Handler 跟這個Privileged Thread 事實上我的什麼 我的這個Operation Mode是不一樣的 那我的Operation Mode既然是不一樣 所以我事實上會有個站態 這個站態就暫時的一個狀態 就暫時的狀態很有趣的樣子吧 所以事實上我的Promed Counter 我必須給它一個很特別的Counter 表示是什麼 我可以去識別 識別說我現在在什麼狀態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值啊 今天這個值都是寫給什麼 寫掉Promed Counter 所以在CPU來講 它可以從這個判斷 判斷說我接下來要跳去哪裡 所以你會覺得看到這個數字很奇怪 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相當於是給CPU一個訊息 接下來我要跳回去 那你說那我為什麼知道會跳哪邊去呢 為什麼 因為我的 我可以去查什麼 我的MSP 我可以去查PSP 對 因為我其實有包含那些 真正的資訊 對 因為我們有PushPG進去 Pub就會 也會Pub出PG 對 那 我剛剛講到沒有 對 那我還沒講完吧 對啊 對 對 那Eastern Return其實 是真的還算比較複合 但是其實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整個CPU就是轉換的狀態 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它的Operation Mode 跟所謂的Privilege 之類的 全部都可以把它restore 然後MSP 對 然後它其實就是要回復 CPU的狀態啦 簡單一點是這樣子 那 那 大家我考驗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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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1跟9 差幾個 1跟9 差8 9跟D差多少 嗯 差幾個 沒有 沒有那麼多耶 6 5 對吧 F等於多少 15 對 F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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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嗯 對 那你會發現為什麼這個 前面劍個18 為什麼前面劍個14 你等一下 你對著問過我一下 我想看 呃 我去你就問過這個問題了 拿來打不出來 太好啦 表示他有進步空間啊 繼續 哦 對 沒打出來 好 那我們稍微再看一下 最 哦 這是 這個 比較好 好 那我們 先繼續講一下 先繼續講一下 所謂的 後面的 一些 Ecession 那 Ecession 最主要會包含哪 應該不是說包含 它應該還有哪些資訊 其實它會有一個 Ecession的Number 到底是編號 第幾個編號 那也就 再來會試試看 再來還有它的Priority Level 所以我們這邊說的是Priority Level 不是Priority 對 因為我們在 就是在Document裡面 它其實特別有 要區分這件事情 會說要比較Ecession的Priority 我們會說到Priority Level 那再來還有它的IS 對 那也就是 它 Ecession Handler 對 那 這邊再提一下 再來我們再考慮一下 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Ecession的State 對 Ecession的State其實會有這四種 就是Inactive 跟Pending 跟Active 跟Active 那 講簡單一點 Inactive 就是 現在你還沒被啟動 然後你也沒有做任何事 就是你現在根本沒有發生這個Interrupt 那Pending就是指說 現在發生這個Interrupt 但是還沒處理到你 這叫Pending 那Active 那你會定義什麼叫處理 處理就是 SR執行才叫支 對 要到下一個Stage 要到Ecession Processing的時候 才是所謂的 Active 對 所以在這個階段 都是所謂的Pending 所以那個Pending就是相當於鬧中小了 但是你還沒去按它 對 就是還沒到Processing 然後這邊是到Processing了 對 那 所謂的Active and Pending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其實是這樣子 也就是 今天你一個Interrupt已經發生 例如說我已經發生了一個UART 對 那今天我已經在處理UART的ISR 今天又來了一個UART 一模一樣的 那今天 另外一個U 第二個UART的Exception 其實就是所謂的 就是 它是處於Pending狀態 然後你又在處理你自己這邊 UART的ISR 所以這就是Active and Pending 對 對應到剛剛的例子就是說 假設你看 假設你今天有好幾支手機 就是假設你像吳宴快這樣 會睡過頭的 它可能就會設定成兩個鬧鐘 好 都是你早上八點 好 那問題還尷尬 八點的時候這個鬧鐘響了 那吳宴快就會怎樣 覺得睡你輕鬆想去按它 對不對 所以這支支援這點東西這樣 那問題啊 那鬧鐘兩個都八點 那你按左邊 按右右邊 對不對 沒辦法你一次只按一個吧 對不對 因為你剛睡醒 沒有能力按兩個 好 那所以這就很好玩的問題 就是我當我在按第一個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東西怎樣 那另外一個東西怎樣 它要做Pending 然後 所以就會有這種狀態 就是有Active and Pending 對 對 所以就是這個 完全取決於什麼 它的這個時間順序一點 然後就會決定 它的Essential state 好 那Priority Level 我剛才已經解釋過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東西叫做 可以解釋吧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Label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只是一個數字 我要看到的不是多數字 然後走 對 其實要 對 我看一下下面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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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我要開Document了 你可以直接解釋吧 我可以 好 Priority Level 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解釋上 假如我們做一個Priority的話 是 Priority指的就是 一個單純的數字 但是今天我們講出一個Priority Level 其實是 讓你感覺有一個階層式 那 最主要是 我們要怎麼樣定義這個Priority 對 那Priority其實可以分成 最早有兩個 一個就是Grupping GruppingPriority跟 CyberPriority CyberPriority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它為什麼要把Priority 變成Priority Level的原因 那 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 然後 這個 我要看嗎 我不想看 不要看了 好 這個條件不斷 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Priority Level 就是 因為以前大家看到Priority 基本上看到都是那個數字 那 為什麼今天這個Priority 為什麼要設計一個Priority Level 因為我們要考慮大件事就是有沒有搶站 以剛剛的鬧鐘來講的話 那個 我剛講的鬧鐘就是那個 早上起來那個鬧鐘 你早上起來 你都設定成8點 那對你來講的話 你為什麼需要設定兩個鬧鐘 你會擔心什麼 你會擔心按了然後繼續睡 所以你會設定兩個鬧鐘 這兩個鬧鐘來講 它沒有什麼搶站問題 所以我優先把設定成一樣是OK的 因為反正你就是去按它 你的目的很簡單就是 設定鬧鐘 那當然它也有足夠優先 但是這兩個鬧鐘本身它不需要競爭 就算它在同個時間發生什麼關係 因為你不在意它的競爭 但如果說像剛才那個 吳遠慣舉的例子 UART 那UART來講的話 因為它是比較慢的東西 那比較慢的東西 有個問題是什麼 比較慢的東西 我本身上它有什麼 它本身有一個Buff 就是它有一個FIRST IN FIRST OUT TIFOR的BUFF在裡面 那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我會需要說我從這個BUFF裡面取資料出來 但是呢 這時候有可能會有更高優先權的任務 要去處理 比方說TIMER 或者跟電池有關的 所以它會有那個等級 所以你過去的做法是說好設定的數字 那這時候又來一個鬧鐘 就剛剛講那個鬧鐘 那這個鬧鐘比較重要還是 時鐘比較重要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們設定Priority Level 主要的想法就是 我的Preemption重不重要 所以我們比方說同一個等級的話 它的就是看什麼 它同一個等級的話就是 它不會去特別去 特別有這個Preemption 先做先處理 不管怎樣 就是兩個東西一樣重要 先做就先處理 好 那剛剛有提到的東西叫SubPriority SubPriority就是說 好Preemption很重要 所以比方說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如果鬧鐘跟一般的時鐘 我一個分高下難應該是什麼 應該鬧鐘 所以我可以從一個Priority Level 然後等一下 把SubPriority是高一點 所以它就可以去搶佔他們時鐘 然後還有考慮到一件事就是 這樣的設計方法有個好處是什麼 我是先比對Priority Level 再比對SubPriority 然後我們是先去處理Group 所以你剛才講的時鐘 那個東西我就會把標誌成通過Group 那UR人是要不同的意思 那這樣對我們分類就會有幫助 那意思的話它就只要讀前面幾個bit 我就會決定 我還要優先處理誰 我就不用讀到整個書 這也是按CodeXM做的 也是做一種最佳話 因為過去都是比方說 如果你對ACA比較熟的話 它就是一組蓄置 而且它數字很長 它不是只有一個By 它可能需要兩個以上By去處理 那M7就不是 它就把順序變成bit Level 好 好 那再來是Execution Priority 那其實Execution Priority也就是 你現在執行的Priority是什麼 例如說你現在被 Execution什麼 Priority 執行什麼 你現在執行的 也就是你現在處於的 現在你在執行這個的 應該就是你現在狀態的Priority是什麼 是多少 呃 我想對啊 就是例如說你今天在處理 為什麼我要在意這種事情 哦 因為 那其實是 應該我覺得是為了方便 因為你總是需要 知道 你需要一個名詞來定義說 你現在 到底 的Priority是多少 也就是你現在在 例如說你在執行買一個IS 你現在的Priority到底是多少 呃 對 這其實我覺得是它一個方便的詞 但是 對 我就覺得可以用 對 也就是你現在執行 例如說你執行哪一個IS 那你現在 應該 你的institution Priority 應該就是那個IS 的Priority 對 好 那大概在這邊講完之後 就可以稍微講一下 剛剛上面的這幾個 這幾個 這幾個 這幾個特殊的special register 那所謂的Primax 跟Fault Mask 那其實Primax 其實就是 它的Pri 是什麼 那幾個 其實我 應該知道 我只知道它大概射到哪一個 射到哪一個界而已 對 它其實是把你這個 也就是把你的 Execution的Priority 射成0 嗯 對是暫時的 對 然後Fault的話是把它射成 欸 應該是射成-1吧 欸 0 0跟那個啊 噢沒有啊 那是紙啦 就是 這是我們怎麼樣 就是去寫它的紙 所以 Mask 所以 Mask 其實就是要把所有的 Configable的 也就是所有的 Priority 擋掉 也就是 它假如把現在射成0 代表說 那所謂我們所謂 我們所有的Priority 除了那幾個固定的 固定的以外 我們可以 所以最高就是0 所以其實就是把所有的Priority 所謂有Configable的Priority 可以擋掉 對 那 所以它是Primary 對 Primary 那再來是FaultMax FaultMax 其實是把它射成-1 那其實它會擋掉 RFault 對 RFault是 它的那個Priority 是固定是-1 對 那再來又看到比較重要的 就是PersPri PersPri 那這個Regist 其實就是 就是它去設定 假如說這個BestPri 設定的值 大於你現在Execution的Priority 那 你現在Execution的Priority 就會變成BestPri BestPri 這個Register的設定的值 也就是它可以 boosting你現在的ExecutionPriority 對 暫時的 但是就是看這個值 那是要跟你的ExecutionPriority比較 好 好 那 我還有多 好 好 ExecutionCategory 對 才過十分鐘而已 真的嗎 真的耶 好 我們再來要把它做一些分類 對 那第一個Reset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 就是 我們會知道就是N系列 應該說大部分的 嵌入式系統它的 第一個 Interrupt 第一個Execution都是Reset 對 那 其實Reset就是像你重開機 或是整個要 或是你真的發生一些不可處理的Fault的時候 才 才會去個這個Reset 這個Execution 那 再來就是SupervisorCode 那 SupervisorCode 其實這邊就要提到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叫做Synchronous 什麼是Unsynchronous Execution 那 我們這邊先講 SBC是Synchronous的Execution 那 那Unsynchronous的Execution的話 就是PanSB Synchronous Synchronous的Execution PanSB是Synchronous的Execution 那 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那 Synchronous Execution 是在講什麼意思 也就是 你的Execution Generation 其實是發生在明確的一個 Execution Stream裡面 也就是 真的執行到這個指令 就會產生Execution Generation 對 就發生這件事 那 反之就是 它沒有 多一個F 有人有空可以幫我改一下 對 那反之就是 就剛好想法 對啊 就是沒有 沒有發生 沒有發生在明確的Execution 裡面 可不可以舉個明確的例子 好 我等一下就要舉SBC 那 也就是你會看到我們這邊是透過 真的寫了一個SBC的指令 對 那 我們就真的產生 真的就把這個Execution 就把 這個Execution 產生出來 對 那 是馬上產生 就是 一扣到這個指令就馬上產生 那 但這個Ansynchronous Execution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 它等於是我們需要去寫它一個Painting Bit 對 那寫Painting Bit的時候 你要透過Pipeline到時候寫進去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沒有辦法保證說 你今天在寫這個Painting Bit的時候 是馬上 就產生Execution Generation 所以Synchronous的 Synchronous來講的話 其實我可以對應到我的Execution 對不對 所以我的Execution 所以我都會保證 保證 所以它是為什麼講 Street 就是說 它的行為可以對應到Pipeline 對 但是Synchronous比較麻煩 因為它就是 我們沒辦法保證 Synchronous是 什麼cycle 一定會執行到 是 有可能會延誤嘛 嗯 對 然後我們有一系列討論 會在這個下面 對一份 那還有所謂的Fault Fault其實簡單一點就是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Synchronous Synchronous 因為 因為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Supervisor Code 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來施作 這個 系統不講 你作為系統不講 對 對 那我想要考慮這樣 嗯 因為最主要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是 這應該是它的Feature吧 Pain SP 對 Pending的Supervisor Code 那這個東西的用法 其實 應該是 所以這個東西要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第一次看到這個Coldest End的朋友 頭會覺得很痛的 在很多MCU只有Synchronous的E section 好 所以就是說 我今天改變 執行狀態的時候 我就從這個 我就從這個 原本從 從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3MORE 然後切到這個HANDLEMORE 好 那這個過程就是這樣 是Synchronous的 好 所以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INSTRUCTION的Stream 都是這樣 被保證的 順序是被保證的 好 但是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Coldest End的設計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 一個 最佳化過的一個設計 好 所以今天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DETERMENT STICK 所以 我們今天在意的是高優先全任務 好 那你看喔 高優先全任務如果它 遇到一大堆這種 Synchronous的E section 那你是不是會被掩誤到 好 所以現在 有沒有可能 我們去犧牲 比方說我們去犧牲 SVC 這個HANDLEMENT 我讓它怎樣 我可以被打斷 然後 讓我可以先去執行我的 我的 我的什麼 我的 我的HANDLEMENT 好 所以我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PEN SV PEN SV的想法就是什麼 我把SVC 本來它是Synchronous的 把它改成Synchronous 所以 這樣有機會 它就把它拖延 那拖延的 往後拖 那我是不是我重要的任務 我重要的中段 就可以找你被執行 好 這也是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為什麼要選用Codex M 因為Codex M 在硬體層級 就透過PEN SV 去縮減Latency 既然可以縮減Latency 就可以去增加什麼 整個這個系統的 DETERMENT STICK的能力量 嗯 好 那 我們因為這邊只是Category 那我們其實錯誤發生 產生的Exception 就叫Fault 那除了上面三個以外 其實其他全部都是所謂的Interrupt 而且你會發現 其實Interrupt全部都是 UnSynchronous的Exception 對 那Fault就這樣子吧 Fault 對啊 我等一下在那邊才七八 沒有 沒有 你不要吊大家胃口吧 Fault在哪 我這邊講Category 好 好 你給我舉個例子啊 Fault 你懂的話隨時可以講得出來啊 對不對 可以啊 你先來講啊 告訴我 好 Fault就是像 就比較著名的 就比較 我們喜歡常用到的可能就是 UsageFault吧 對 那UsageFault是 那我覺得要一系列講 好 沒關係我們先講MemoryFault 你就舉個例子好不好可以嗎 哈哈哈哈 好 好 今天假如說你今天執行的Code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CodeSN的話 一定是執行 已經 它的instruction已經是SUNF 跟SUNF2 所以假如說你今天執行的指令 不是SUNF跟SUNF2的話 那你就會發生所謂的UsageFault 也就是Invalid State Invalid State State 對 它是一個UsageFault 裡面的一個 它就會產生UsageFault 然後 對 你的指令不合法 對你的指令不合法 對 好 那接著是Invalid 對 那Invalid是不是有 Invalid是不是有順序的 它那個 有編號的對不對 對 它從哪裡開始算 這個表嗎 16 在下面這邊 對 啊16以後 對16以後是有固定順序的 對 然後所以那個16到25的話 就各家MCU的供應商自己是定義的 因為這個東西跟MCU專屬的這個作品有關 什麼Fash USB TinBus 對 好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稍微再稍微簡介一下 真的我們的Exception 是什麼 那Reset 其實通常分成兩種 一種是Power On 也就是一打開機 開機的時候 你就會 執行第一個 我們在Fash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 就會執行到這個Reset 對 那LocalReset 其實通常是當你在發生一些不可 不可 就是一些 例如說HardFault 或是什麼MMI之類的 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沒有辦法Recovery的一些Fault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再Trigger這個Reset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叫LocalReset 那 呃 那MaskableInterrupt 其實它的用意其實只是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一個 剛剛沒有一個 遮蔽 沒有一個Mask可以擋住它 對 那其實就是在你發生不可避免的時候 不可 回復的狀態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 NMaskFit NMaskableInterrupt 對 然後再來還有HardFault HardFault的話其實 它的定義很簡單 其實就是 其他Exception 其他Exception沒有辦法Handle的Fault 也就是 就是所謂的HardFault 也就會變成HardFault 對然後 它會永久被Enable 那Memory的Management Manage 也就是MemoryFault 就會專門Handle 跟Memory Protection相關的 的Issue 那 對 也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所謂的MPU 所以MPU 如果小報保護了某個機體區塊 那去讀 那你去違法 那就會發生Memory Fault 那你有可能是 自己去讀了 剛剛講的0XA以上 也就是所謂的System Map Memory System Map那邊的值 那你是違法 那也是沒有辦法 那等一下 那這樣的話 會讓我們有個問題 就是 在這邊講到這個Fault Mask 到底可以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有效射進來 有效射進來 有效射進來 就底下不是提到說這個Fault嗎 你不是說Always永久會Enable 這個是 它Fault是永久Enable 那 所以這個 Fault Mask到底可不可以設定 呃 這邊就是要拆開一下 Enable的話其實就指說 呃 對 Enable跟 Enable跟Mask其實是拆開的 應該說 Enable的話其實指說 你這個Interrupt可不可以被Trigger 那 那 能不能發生其實你還是要看這個Mask 允不允許 所以 Enable 跟Mask其實他們兩個的差 他們兩個的關係不是 不是很 我應該說不是 你到底在講什麼鳥啊 對啊 你可不可以舉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比較具體的例子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很多Fault嗎 對啊 假如說我們今天 今天假如說我們去隨便 用了一 MMI是 永遠都不能被Mask的嘛 對啊 就都打不掉 但是扣掉MMI以外 其他的呢 其他的Fault呢 User is Fault 好 慢慢的Use Fault的話 那些 可不會被Mask掉 是可以啊 可以 對 對啊 那 所以我只是想澄清Enable跟 那個差別 你重新講一次Enable的那個 Enable的那個 定律是嗎 對 對 Enable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是可以 其實你是可以 trigger 這個 trigger這個 所謂的Extension 對 是合法的 對 假如你不合法 其實就會直接發生Fault 假如說你根本沒有Enable這個Extension 然後你就直接去用 直接去 例如說寫他的Pending Beat 那你就其實會 就會產生Fault 那這個東西 因為 剛剛我講嘛 就是你假如去開一個沒有使用過 如果根本沒有被Enable的Extension的話 那你就會產生Fault 所以Fault 已經被定義層永久都啟動了 所以就是不會發生 意思是說我們今天要去攔截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 攔截那個晶體的 嗯 或是攔截那個 底下那幾個 對不對 其實我必須要先設定好 對 你必須要先把Memory Memory 剛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三個東西設起來 讓大家可以讓這三個handle的可以 讓這三個exception可以正常運作 那Buzz Fold其實會跟那個Memory 就是Memory Related Fold 那其實主要都是C森 到底叫什麼啊 無具體驗 呃 具體驗要開始在那裡 你可不可以直接假 好 好 你不要一直跳下去 好 Buzz Fold的話其實 最主要是跟你的Season Bust 比較有相關 也就是Season Bust 可能會在讀某些 例如說你的Staking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不是會自動Staking嗎 假如自動Staking有Port的話 就是有問題的話 其實就會直接觸發Buzz Fold 對 那Usage Fold的話 也就是所謂的Long Man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 Buzz Fold的情境是怎樣 什麼情境會有Bug跟 你剛才描出來就奇怪了 Season Bust 假如說我覺得是比較跟 假如說你今天在操作一些Staking不合法的話 例如說 我們剛剛可能做 我們來做Excel Return 對 然後假如說你今天在Pub的這些 Pub這些Staking的時候 到Regist的時候 有發生任何Fold的狀況的話 其實就會產生Buzz Fold 等一下你剛才說 Excel Return Return的時候 我們就要處理 處理器幫我們自動Push跟Pub的 對 所以這樣R4跟R11 R4到R11 對 那中間為什麼會有Fold 不是我應該 我是講R0 就是自動Pub的那個部分 講到0到3 對0到3 0到3跟R12跟 那為什麼會有Fold 這可能 就是不懂嘛 充講的吧 好 我不懂 你跟我講 我真的不懂 我們把這個資料整理好再充講 對啊 Buzz Fold我好少遇到 我幾乎就沒有遇到過 我已經就遇過了吧 好 Message Fold 所以講這個東西一定要怎樣 你不是列個一行的就好了 對嗎 嗯 懂東西嗎 你前後關聯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對你到處理系統 到底是什麼 對嗎 好 好 你不覺得你自己講的話 都不是都不懂了對不對 嗯 對啊 照字面有沒有照念對不對 人家幹嘛替你當個主持集 對不對 好 我要替你是聽個正面的念 不是聽你念 好 好 好 嗯 再來是 usage Fold 那usage Fold 總共會有 會有這些 也就是所謂的 on define instruction 我們執行一個 沒有定義的 instruction 那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invalid state 就是我剛才講的 sumbeat的那個部分 有可能是 insert return的時候 你沒有按照他的 insert 你沒有按照他的規則 例如說 今天我們進了 UR的ISR 那再進到 CTIC的ISR 那假如說我們 Essert return的話 應該是要回到 UR的ISR裡面 對吧 那假如說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 你可能自己去換 那個stake裡面的東西 那你照這個操作上不合法 那其實就會發生 這個Essert return 的code 的error 對 那再來還有兩個特別可以 所以我剛才講的例子 其實是在這個 你這邊才把它進去 sert return 我的PC設定 設錯了 對 對 這邊改變 暫停器其實也不會發生 80% 對 是不會 對 所以你剛才舉的例子出來 然後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大家第一次看這個 這一行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回想一下 我剛才有提到說 M系列 M3 M4 基本上是可以執行兩種 它有兩種指令 一個是 SUMM1 就是SUMM 16位元 SUMM2是16位元 跟三色魂 在一起的 所以現在一個比較難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 instruction的fetch 我到底要fetch16位元 還是fetch32位元 所以它事實上是有狀態的 所以 處理器事實上有個東西 SUMMbit 就跟你講說 它是哪一種SUMM 是16位元 純粹16位元 就是SUMM 或者SUMM2 16加32 所以變成說 我fetch跟Decore 那個邏輯都不一樣 然後那問題來 往往這個東西都是因為 TWO券沒寫好 或是什麼 或是你存取資料的時候 改到了 讓它的那個 你刷詢的那個 fetch 出錯了 TWO券出錯的機率比較大 但是在Essential 你可能會有這種問題 也會有這種問題 你要自己去決定 我要寫 跳到哪來去 跳的為什麼對 也會遇到這種狀況 好 對 那 好幾個是可以自己設定 然後 可以產生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 N系列其實是有支援 所謂的 Unalign Memory Access 那其實你可以調整說 你就是 可能其中拿幾個register 那你就可以讓 unalign Memory Access 發生 usage fault Define的 Define 0也是一樣 Define 0也是一樣 Define 對 那 那 所有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很重要 不是照念就行啊 你不覺得這句話有點怪嗎 Unalign Memory Access 它是一種 它是usage for的其中一項 對 但是 如果你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什麼呢 回想一下上面的內容 上面它其實有 Unalign Data 所以這個 這個補充一下 有可能有人會搞錯 就是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UN的設計 一開始是RISC 那 但是 今天我們講RISC要 SysC要 其實都沒有什麼區別的價值 這是我個人觀點 就是 SysC和RISC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像 Intel的架構來講的話 它其實內部就是一個RISC 那外面包的有點像SysC 那 UN呢 一開始發展是 SysC Risk 但是它很多SysC的特有東西 不要說是SIMD 反正就是 像這種 16溫度跟345溫度混在一起 這種 其實它已經讓 UN不是一個純粹的RISC 所以基本上 SysC和RISC基本上 分離也越來越小了 所以這個 Unalign Data其實有趣 就是在過去純粹是RISC的時候 這個 這個東西是不允許的 為什麼 因為你比方說 你的指令編碼固定是36溫元 或者你指令編碼固定是36溫元 那 所以我如果有一個沒有對齊的 沒有對齊36溫元的 或是對齊36溫元的 應該都是 都是不對的 所以過去的職業 就丟一個什麼 Exection出來 就是剛剛看到這個 過去的這個做法是 丟這個什麼 丟這個 丟這個 Online memory access 這種什麼 Exection出來 那 歸類在usage port裡面 然後按V6開始 當然包含那個什麼 包含那個 V7M 當時也有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叫Online Data 那就是說 因為頻繁的發生這個Exection 是一個很沒效率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 在這個Online來講 它有一些特殊的指令 可以讓人家 它可以改變你的 改變你的 處理邏輯 先把一些東西關掉 好啦 好 所以這個 這是Online V6裡面 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事實上 你可以做一個 很小小的調整 好 那 這東西這樣 就是說 事實上呢 你可以有個東西叫這個 Asses Online Memory 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以前呢 會丟出Exection的 但是今天來講的話 就會有 一些比較特別的機制 就 比方說你可以搭配那個 Load Multiple Store Multiple 這種機制可以去存取 好 但是它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條件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說在某些條件下 你可以做到這個 不用這個 一定要Online什麼 四個Byte 或是Online那個 十六位元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去取 所以On的特性 就是它會給你彈性 就是我要不要 這個東西要不要丟 我可以不丟 我可以不丟 然後那比如當作無效 或是我下一次再重新取得 所以 重理就是像 所以我知道一件 數學上的處理理 是一個很 還蠻定義的東西 但是工程上比較簡單 就是說定義成 Not a number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頻繁的觸發Exection 其實對那個效能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要當作沒看到 好 所以直接那個 比較少內容 講的時候可以講明確的例子 可以嗎 講的時候可以對應到 實際的事情可以嗎 好 好 繼續 好 好 好 那我們先 我們繼續介紹 FBZ 那其實FBZ 通常拿來是做 犧牲code 那我們剛才也講過它是 Synchronous Institution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一些code的例子 也就是我們要再從所謂的 user thread 要跳到 要 假如說我們想要回到 kernel thread 或是說甚至是 handle mode 我們一定要透過所謂的 SBC 那其實我們看到 假如我們在實作 Season code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真的就是 使用SBC這個指令 對 那 呃 大家可能會 對後面的數字 可能會對後面的數字 比較有些 興趣 對 那數字的話其實是跟你講說 讓我講一下 後面實的參數 對 呃 等一下 後面的數字 講一下 實的參數 但是 這邊其實 但我有點不確定 好了 趕快講就對了 穿數其實 我現在可以講 呃 ABC 然後 0 的話 你示範一下看手冊啊 對 你示範一下看手冊啊 對 你示範一下 你示範一下 看手冊啊 你示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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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你知道嗎 C 你示範一下 以左慢慢回音 大家看一下 他的Intermediate 那個在講什麼 而且那個比較成熟的人 嗯 他這個走出 那個走出有點不一樣 You can know 他可以補列 但如果有給的話會怎樣 你設計Handler可以知道那個輸出 所以我可以知道系統編號的 系統不叫的編號對不對 對吧 以這個例子來講我就可以知道編號 然後我去訂一個 兩個十六進圍的零三個 零三個 對 他其實是可以吃的到 然後他就可以決定他的參數率幾個 對啊 好 你幹嗎 你算找不到我們的編號的 你可不可以聚聚焦一點 上班還沒用管理啊 你這樣已經沒聚了 好 好 對 那 呃 你再看看他的code 好 好 那其實剛剛看這邊的code 他的SBC其實是 後面這個參數我們會拿來 代表說你今天這個到底吃了幾個 今天這個Seasoncode到底吃了幾個參數 我們這個Number會決定 你這個Seasoncode 他真的是參數嗎 那為什麼後面0123一直跳 他真的是參數嗎 參數不是Syscode那個 對 對 那不算參數 那也叫做 那是Handler給的數字嗎 就NR嘛 好 就是Handler給的數字 那 呃 這數字會 在Handler mode會被接起來 那其實他就可以拿這個數字來判斷說 這個 這個 你所呼叫的Seasoncode需要多少個 argument 那 他再會去從steak裡面撈 因為這邊其實我們吃起來都是point 對 啊不是 他就吃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一個是NR 一個是個數 我要怎麼講 從你講 我想一下 SVC後面的數字是Pandler要拿到的數字對不對 對 那我要傳遞 我不要傳遞一個argument 這就是Syscode數 SVC後面那個數字是intermediate 對不對 它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就是operative operative operative跟argument是不一樣的吧 嗯 operative跟argument的差別在哪裡 operative operative是伴隨著opcode一起被廢取的對不對 對 一起被decode的對不對 對 所以那不能叫argument對不對 但是argument 我們今天講argument是伴隨著什麼 伴隨著暫存器的順序 哪些暫存器是對我們有效的對不對 重獎 我先等一下 我是不是 6 6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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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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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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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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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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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 等一下,你看兩三下就講完了,搞屁啊 呃,他的這個mask到底在做什麼事 mask,其實就只是你要填這個bit 也就是pansvsvcset的這個bit 所以他其實就有點像... 所以這個ICSR是什麼啊? ICS, Interrupt Control and Data Regist 你可不可以...你以為人家看了就會知道這個嗎? SGV ICSR,然後這個pansv... 那這前面的mask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好 這東西不管你在哪裡,快講 我要爬吧 你為什麼不懂 我...覺得有點多 然後重來,下次把機架,下次充甲 好 好 好,那還有... 再來的話就會進到HardFault跟... MemoryFault跟所謂UseryFault跟BusFault 對,那BusFault還不太清楚 但是這邊有一張圖會比較清楚 你會看到... 呃... 整個Fault的流程 也就是會有哪些Fault 然後我們這邊會注意到一個東西叫StateRegister 也就是其實我們今天就算發生了HardFault 或是發生了MemoryFault 或是發生BusFault之類的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到底是哪一個事件觸發了我們這個... UseryFault或是BusFault 對,所以是後面還會有相對應的StateRegister 來讓我們知道到底是發生...到底是哪個Event 對 對,那... 對,這邊大概都介紹過了 那看剛剛的InfellicState InfellicState跟InfellicPC 就是... 是有的 好 那... 嗯 StatusRegister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拿來... 像這個HardFault 對 這邊我們... 假如說我們產生一個HardFault 那... 今天我們發生HardFault的時候 其實... 這個也會發生HardFault 第二個也會發生HardFault 第二個也會發生HardFault 第三個也會發生HardFault 但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Event 來發生HardFault 所以StateRegister是跟我們講說 它可以剛好我們明確指出來是哪一個Event 發生 對,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它的BitNet 對,分別就是... 在BeatMap上的... 某幾個Beat 對,所以是沒有辦法確認說 我們到底是因為哪一個... 事件發生HardFault 這邊最少有三個Beat對不對 對 那... 最多的有幾個 對 所以總共你剛才有幾個Beat 總共有這個欄位 我看看 你從上面數到下面看看 總共數字多少 對啊 二十一個 二十一個 所以一定是什麼 還有剩的 就是還有一些保留的對不對 嗯 但是一開始型態都要追進出來了 然後... 所以Mask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那幾個Beat會不會怎樣 要不要去理會嘛 是 假如說如果 五萬百十一我去除以零 最後一個除以零 我不理會了這樣 就那個Beat有沒有設定我就管了 你知道嗎 嗯 好 那... 再來 我們會進到幾個比較優化的機制 就是... N系列上面什麼是怎麼達到所謂的... Determi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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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到達 Preemption 它的 Preemption Level 是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大於它的 Preemption Level 所以它是不會發生 Preempt 的 所以呢 今天有沒有發現 你看喔 假如我們今天做了 Push 對 我們已經做了 Staking 也就是我們剛才前面講到的 Exception Entry 那 今天在處理 ISR ISR 1 對 那它就是 去完之後 它就要做所謂的 Exception Return 的時候 對 我們這邊大概說要做一次 Exception Return 再做一次 Exception Entry 對吧 但是其實它這邊就幫你做了一個優化 對 那也就是它不會讓 它這邊的整個 Cycle 可能是 我先 我記得 N3 我們確認一下 N3的話是 Staking 進去的話是 12個 Cycle 然後 Unstaking 的話是 10個 Cycle 對 那 假如說 這些是加起來應該就是 10 加 12 12 是 22 對吧 但其實它只會發生 12 對 其實它的 Cycle 數上是有減少的 原本是 12 加 10 對 所以其實是有減少 10個 Cycle 的 對 這就是所謂的 Tail Training 那 那當然就是減少一些 Cycle 它就速度快 那再來是 Late Arrival Late Arrival 的話是 今天這就要扯到兩個 Priority 了 那其實 這兩個 Priority 一樣是沒有到達 Creation Level 的 嗯... 不一定 這邊我同講 它們就是一個高 Priority 跟一個低 Priority 那你有沒有到達 Creation Level 在這個 Case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呢 今天你的 IRQ 2 發生了 那你今天已經做了 Exception Entry 那已經把 Stake Push 進去 那其實你還沒有 但是你這時候是還可以發現 這時候 IRQ 1 也進來了 那... 但你會發現 IRQ 2 是比較早先進來的 那為什麼...就是... 為什麼不...就是... 照我來說是應該先處理 ISR 2 對吧 但... 這邊它卻可以處理 ISR 2 因為... 它在這邊才真的決定說 我今天要處理的是哪一個 Interrupt 哪一個 Exception 對 這就是所謂的 Late Arrival 對 那... 好 你就是讓... 呃... Determity 更... 就是讓整個的... 對 這其實就是 Enhanced Determinity 因為越高又確定的任務 可以在... 越早的時間被確定 會被執行 對 那這個是一個機制 那... 我們再來進到... 所謂的 CMSIS 對 那... 呃... 這邊可能會... 這邊可能會晚了一點點提 嗯... 我們在這邊就更好 我們來等它做示範 你說...你說... Portfold的嗎 對啊 Portfold可以啊 你只把 CMSIS 幹嘛 嗯 好 呃... CMSIS 那... 對... 那... 好 那我先衝一下 那... 我們先講我們還沒有 CMSIS 的時候要做什麼事 例如說... Codex M 嗯... Codex M 嗯... Codex M 嗯... 好... 好... 對... 那... 我們... 我們用 Codex M 也就是這些系列的遷入式板子的話 其實我們常常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 要去查哪個記憶體位... 就是要去查記憶體位置 對應到的它的操作 對... 例如說我們要去啟動 UART 其實我們就要去查... 就要去查 Reference Menu 把那個值調出來 然後再去寫那個值 寫那個位置 對... 那... 今天... 就是... 在所謂的 BGM 這邊 我們也會有所謂一樣的 叫做所謂的 Memory Map 對... 那... 我們會看到這邊 0... XD... 欸... 0XA00以上 這個地方的其實都是... 的確是 Physical... 的 Address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 被我們 Map 到... 所謂的 Process Rigid 的使用 啊... 講下去... Process Rigid 的使用 對啊... 你在講錯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啊 就是... 準備一次... 去準備... 哦... 也是... 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啊 就是... 這張圖我們前面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 在 Codex M 的那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說... 它可以讓... 呃... 廠商專屬的地方... 跟... 共用的地方可以... 就是... 共用的地方可以更多 然後... 但是廠商專屬的一些... 特徵還是怎樣 還是... 還是有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哪些東西是... 不管是... 哪一家工藝商換掉之後呢 還是固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啊 這張圖啊 我們來講話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 很關鍵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NVIC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的一些... 呃... debugging啊... 或者我們之前講... X9 那個呢... 可以自己... 自信時期... 換掉某些程式碼... 比方做出那個... 嗯... K-pop 那個機制... 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NVIC也好啦... FPB啦... DWT啦... ITM... 注意到... 這些東西都是怎樣... 這些東西都是... Codex M 特有的... 而且怎樣... 而且是共享的... 所以注意到... 注意到這個... 這個部分喔...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都有明確的這個地址... 所以基本上這個很好奇就是這個... EcoZero... 就是這個... 它的那個都是開頭的... 這個都是EcoZero的喔... 那... 所以... 像... 我們剛才講的那些像什麼... System Timer... 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前面內容喔... 像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這個講到什麼呢... 這個... 像什麼... NVIC啦... 然後... System Timer啦... 像... 像這些喔... System Timer... 基本上這樣... 這都是有固定位置的... 而且這樣... 這是... Codex M... 都是... 比方說M3、M4都是怎樣... 都是... 通用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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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些什麼... Debugging喔...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一些Tool喔... 那這個... 有對應的一些Link喔...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說...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這個部分喔... 就是... NVIC啦... 還有Code本身... 還有這些東西喔... 這些... 這幾個... 什麼ETN啊... TDIU啊... ITN... 然後DWT... 這個都可以協助你做... 做Tracing... 還有做Instrumentation喔... 那... 如果說你接SWD... 就更方便了... SWD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 呃... 搭配一些那種... Hawed的那種... Hawed的那種... Hawed Debugger喔... 或是OnChip Debugger... 你可以做非常多事情喔...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些地址呢... 是被決定的喔... 所以注意到喔... 這個區域的地址被決定了... 好... 然後... 所以剛才幫你說... ETN... IP... TPIU... 也是一樣喔... 這個東西也是... 也是被決定的... 好... 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跟廠商喔... 跟廠商有關的地方在哪裡喔... 跟廠商有關的地方呢... 就會搞一點喔... 就會在什麼... 就會在EQ0的後半... 注意到喔... 我們剛剛講EQ0是什麼... 是這個位置喔... 所以你在那個On裡面會看到... 大量種重地址... 講說什麼... EQ0 F000... 那... 不然SysTick也有一個地址喔... 我們來看一下SysTick... 好... 講說... 我們來看那個SysTick喔... 那... 這個SysTick是在... M3... M4... 就是... 都是標準配備... 在M0... 或是M1... 基本上是這樣... 是那個... 不是那個... 就不是... 就是選擇的喔... 那...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你看喔... 這個SysTick的Ctrl... StatusRegister喔... 注意到它的地址喔... EQ0... EQ0... 然後這個... 0EQ0... 0EQ0... 所以如果說你對應到...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位置喔... 這個EQ0這個... 好...所以你就大概知道它在哪裡... 好... 它就是這個區... 所以...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這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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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講的... 是... 是... 所有的M3... M4... 都... 那... 再來是像... 因為SysTick它是Countdown的... 就是... 它一開始比較大的值... 然後... 初步往下減... 那當然有些系統是... 初步往上加... 那哪些都... 很好玩... 兩個都有... 這個... M系列是從高的往上... 往下數... 那... A系列從下往上算... 這... 很討厭喔... 所以...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那個... 設定那個... 像SysTick... 它這種System Timer... 那我們都是透過這個地址去設定的... 所以... 對你來講... 你今天寫那個... 寫Ccode的時候怎麼寫呢... 所以... 所以實際上... 你寫... 寫Ccode的時候呢... 其實... 你單純的... 你可以這樣子寫... 我... 我先寫一個SysToccode... 你就大概怎麼寫的... 你就是... 假如說你有個地址... 這樣子... 那你就把這個... 把它... Delifference... Delifference之後呢... 幹嘛... 比方設定一個字... 比方設定一個字... 比方設定成1... 或者別的字... 那當然... 這件事是不合法的嘛... 所以... 先把它轉型嘛... 比如說... 你要先轉型... MTPDR... 所以... 你要先... 你要先把它轉型... 然後... 你要先Cast... 然後再... Delifference...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邊來講話... 所以我們要... 要一個概念... 所有的這個什麼... 所有的這種... register... 所以注意到... 這是register... 為什麼它... 為什麼我們稱為這個register... 因為... 我們知道... 真正的周邊其實... 相對是慢的... 那CPU是相對是快的...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要設定值... 像剛剛那張程式碼... 像剛剛那張程式碼... 在做什麼... 就是我今天把... 這個... Cast... 改變... 所以事實上... 我是先寫什麼... 這個地址... 然後這個地址之後呢... 由周邊再去生效...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剛剛那個... 對剛剛那張圖... 所以比方說... 我們剛才寫的地方在這裡... 我們去剛才寫Cast... 這個... 就是那個... EcoZero... 這個地址...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實際上... 我是對這個機體地址寫... 好...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寫那個東西... 我認為叫什麼... 叫做... 因為我... 對應到真正的周邊... 不管是... 也好... 或是我的... 也好... 它基本上... 它要生效的時間點... 是... 更後面的事情... 好... 所以... 這個... 我們今天講這個... Memory Map... 它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 我們把那些... preflow... 把它做一個對應... 所以今天... 你不管掛多少的周邊... 除了這種基本款... 哪一基本款... 再讓他複習一下... Cistik是基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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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Nasty Vector... 就是... Nasty Vector... Intra Controller... 是基本款... 好... 然後剛剛講這個... ETN... TTIU... DWT... ITN... 好... 扣掉這個基本款之後... 網上它可能自己加... 加一些額外的... 比方說那個... Flash... 就是那個... No Flash... 然後或者是這個... USB Canbus... UART...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好... 注意到這個位置比較高的... 那...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所以我今天... 操作這些... 機體周邊的時候是透過什麼... 透過... 機鐵讀寫...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 CodeS M今天有趣... 你有機會做到怎樣...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不需要組合員... 控制周邊... 這是在... 很多MicroControl的... 很大的一個圖... 這是為什麼... CodeS M... 其實它可以獲得很大... 很大一個成功... 因為... 可以讓... 很多人很快可以上手... 然後最重要是... 這個... 這個東西要... 跨越這個... 不同的這個... 呃... 工商... 這個機會就很大... 好... 那... 所以我們回來... 再去認真來看這張圖... 那... 這張圖有幾個玄機... 就... 第一個就是這個... 粉紅色的地方... 就是... 跟vendor有關... vendor有關... 第一個左邊... 好... 那... 第二個就是... 這個... 這個主要都是... 這個主要都是... CodeS M的基本款... 它的標準配備... 好... 那... 那我們前面沒有認真講... 這個bit banding... 好...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提一下... 嗯... 對周邊來講的話... 因為它的比較... 周邊的... 讀取... 寫入比較慢... 所以過去呢... 過去很多... MCU... 尤其8bit MCU... 很討厭... 8bit MCU... 其實它遇到很... 悲劇的地方是... 它的... 它的MCU很慢... 它的BUS更慢... 而且它BUS還有搶占問題... 就是說... 我一次只有... 就是它的Arbit沒有... 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畢竟... 它的... 它的BUS就很簡單嘛... 所以... 它一次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要保證... 我一次只有一個... 上面只有... 它的BUS只有... 一個人會去寫... 所以... 它還要出一個Arbitur... 所以這個東西是... 很麻煩的事情... 那到了MCU的時候... 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事實上... 這個MCU的Core本身... 它是比周邊... 快多了... 好... 那...所以事實上呢... 我可以透過一個很有趣的機器... 我們叫...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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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周邊... 事實上也是透過剛剛講的... 就是什麼... 這個... 所以... 我可以MAP... 好... 我MAP的時候呢... 我可以再做額外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跟寫... 是... 不會被打斷的... 反正... 我們設計的機制... 可以... 可以... 這個我們稱為... 叫... BEN的事情... 所以... 我可以去找說... 我讀跟寫... 對這個周邊呢... 我可以講... 我可以享受這個好處... 就是... 我不會被打斷... 那... 換言之的話呢... 其實事實上... 我... 我不用花太多心思去... 反覆幹嘛... 去讀寫... 去勸說... AW寫錄了沒... 以前都要... 因為以前... 以前遇到做... CPU... 跟周邊... 速度落差很大的時候... CPU要做一個... Loop... 去... 或者用Polling的方式... 因為一直... 要等一段時間... 才會進來嘛... 所以你要做這種... 這種操作... 好... 那... 同理... 這個... XREN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XREN做這個事情... 就可以做很多像... 可以解決一些那種... 那個... 同步機制的問題... 這個你可以去參考... 對你的資料... 但是注意到... 它這個... BeatBand聽起來很強大... 但是它都有空間限制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去查... 比方說你可以查... 這個... 應該就找F9... 然後找BeatBand... BeatBand... 對... 然後你就找... F9BeatBand... 然後就可以找到一些... 必要的一些區域... 就是... 那... 原始程式碼裡面... 有寫得更細的... 然後... 我們今天的... 講座主要是希望... 帶著大家有一個概念... 因為畢竟東西是... 要考慮一點多... 那... 再來是一個... 區域就是... 注意到這個... 注意到這個區域... SRAM... 它從這個... 20開始... 這...20這個地方... 很關鍵... 20這個地方是... 也是一樣... 它是在... 不同的這個... Codex M... 剛剛我們講的... 應該說更好的說法... 是不同的M3... 不同的M4... 那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它對應的SRAM... 基本上都會從這裡開始... 而且這個東西已經算好了... 它已經... 固定了... 注意到這個區域是固定的... 好... 那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這個Code Area... Code Area... 顧名式就是要放... 放程式碼... 好... 那這個程式碼呢... 在不同的... 硬體呢... 不同的這個... M3... 它可以把這個東西... 重新Map... Map到哪裡去... 比如說Map到... Map到... 這個區域... 這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好玩... 就是... 這個區域是可以... 讓各家廠商自行規劃的... 然後最常做的做法就是說... 我把那個... 這個區域把它Map到這邊來... 那Map到這邊來的好玩就是... 它可以Map到那個... 像Flash... 所以... 比方說我把那個... 程式碼... 我正面要去執行程式碼... 我正面要去執行程式碼... 透過滾路圈... 或透過其他的Compiler... 把它變出來的這個... Machine Code... 好... 那我就把它... 燒錄到這個... Norflash上... 然後我的... 好... 注意到喔... 然後就會把它... 把那個... 把那個... Code... 就是... 就把這個東西... Map過來... 所以... 這個... 所以... 名義上呢... 還是從名義開始... 但實際上它... 對應的東西就是一個... 比方說... Norflash的... 空間...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請... 請你不要把... CNSIS... 想成什麼... 把... 想成只是一個... HL... 就是... Highway Upstretching Layer... 不是這麼單純... CNSIS之所以可以運作... 是因為... 按... CodesN... 規範的什麼... 規範的很多哪些是... 共通的... 所以注意到喔... 再幫它複習一下... 這邊都是共通的... 好... 然後幫這個區域的... 空間大小也是共通的... 好... 所以... 在這樣的前提下... 定義這個... CNSIS... 才有它的... 它的... 參考價值... 好... 那... CNSIS呢... 它的權力是這個... Codes Microcontroller... 收費... Innovate Standard... 好... 所以... 顧名次數就是說... 它去定義這個... 這個... 軟體界面好... 所以... 裡面哪些東西要去定義的... 比方說... 比方說... 裡面有一些... 有些... 有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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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CodesN... 希望... 大部分人都可以用... 這樣寫... 有些東西... 還是要組合原型... 比方說什麼東西... 要用組合原型... 比方說... 設定那個... Control Regist... 這個東西要... 要組合原型... 那些... 讀取... 那個... Control Regist... 裡面那個... 因為它那種... Privilege的地方... 還是這樣... 我還是需要組合原... 所以... 比方說... MIS... 這些... 這些... 我需要組合原... 那... CNSIS呢... 去協助你... 它提供的... 那個... Function Core... 你就想要這個東西... 對應到... 那... 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好很多... 就是可以... 可以省去... 省去這種麻煩... 當然... 光靠On做這件事... 是不夠的... 當然一定要有人... 去寫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 不然說... ST啦... 比方說 TI啦... 那... 比方說那個... 比方說那個... Energy Micro啦... 那... 反正就... 這些廠長都要幹嘛... 就要去寫這個... 跟那個... Bandu的關的部分喔... 所以... CNSIS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所有Codex M... 的盒... 都可以用的地方... 好啦...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Pico的收拾多放哪裡... 對啦... 對啦... 裡面暫停... 拉一份新的啊... 對...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它對應的程式滿好... 所以如果說你看這個... 木屋結構喔... 那... 木屋結構的話呢... 我看一下... 嗯... 木屋結構... 好... 嗯... 開始了... X... X... 比方說... 我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 上面有寫這個... Aunt的目錄底下 Aunt的目錄底下有這個 Core什麼的 那基本上就是比方說 顧名思義比方說CM3 顯然下去就是真的 Coreless M3 這邊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這個CMSS的license 有變改有變動過 如果說你是在 三年前的版本 三年前的版本 它的CMSS不是 不是完全Open Source的 但是在這三年 有很大的溝通 就是Aunt先帶頭 把它改成Apache license 所以這樣 以前是BSD license 但是後來 從三年前開始改成Apache license 那同樣 Aunt也是希望說 所有的供應商 也會用類似的方法去授權 或者是用Apache license 相同的授權出資助 那這邊有一個模範聲就是ST 所以為什麼我們 這麼支持ST 就是我要特別聲明 我們沒有跟ST拿什麼好處 當然ST有捐贈一些硬件 但是我們用ST是因為 第一個它的硬體值便宜又多元 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管子 線路就好 所以不然說像這個什麼 Coldes M3 M7 這種東西 它就定義在這裡 那當然我們前面還提到說 像這個 Aunt V8的 那個東西非常是討論 然後就是 就去定義 E2 什麼的 然後就是 Aunt V8 M 然後就去定義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跟Aunt的這個Cold有關的 那再來說我們要看那個什麼 跟那個 供應商有關的 跟供應商有關的話就是很好找的 比如說我探紙上有的這個 STM 所以比方說你看到說 這個PIC的定義 那這個大概可以猜出來 就覺得是那個周邊嘛 什麼 SD-RAN SD-NC No Flash RCC 這個它是Timer 就是它的Watchdog 那除了這以外 比方說DCM DCM還是為了那個 CAMER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定很細 那很棒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些東西一旦定義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開發Pico的就單純多了 來看一下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程式碼的行數 然後比方說我們舉例 只要F4就好了 那所以就像說 在這個過程中 你其實 開發的那個程式碼 就很單純 就這樣 先來看一下這個工具在行動 好 然後這個 我們就是用的 就是 這裡面就可以用到 比如說這邊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RCC 什麼東西 就是來自什麼 CNSX的 這包含說 GTL的PIN角設定 然後這個 HAL的 這個東西都定義在什麼 ST 所提供的 CNSX的擴充 所以回到這邊來的話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按定義的CNSX Code有關的部分 那不同的工具上 ST也好啦 TI也好 反正 MGMicro也好 基本上就是擴充它 那以畫面中的來講的話 其實 CNSX CNSX 還在範圍上面廣 我們可以看到 剛來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Device HAL 所以它的名字 注意到它的命名 它的命名呢 注意到就是 HL 所以這個命名就是HL 然後就是什麼 HL的GPL Init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就很棒了 所以你要移植到其他平台的時候 就相對單純 就是我去看它的GPL的Defendition 但是大概流程都不用改 尤其這張Code 就是我們去做的 然後我們的Pico又把這個東西包裝起來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去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想要貢獻 其實還有一個很棒的辦法 就是試著把Pico移植到你的平台上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各種可以幫你 別的問題 但是其實CNSX 其實它範圍很大 其實還有部分 像跟RTOS有關的部分 就是跟白色有關的 還是像跟DSP 當然這個DSP不是每個都有 比方說M4 M4F才會有 比方說M7才會有 那除了這以外 還有跟 跟那個 debug有關的 比方說什麼DAP SVD 這個東西可以用它 那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例如它這個文件 其實最好就是 它文件變動其實很大 然後CNSX 這三年內 API改超多的 所以這個 我們之前也是遇到蠻狗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看過F9 邁入客人 你會發現它根本沒有用過什麼 因為那時候CNS大改 但是CNS來講的話 就好非常多了 然後順道一題的地方是什麼呢 順道一題呢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模範身 就比方說我們來看它的授權條款 這裡面授權條款很值得一提 就是我們今天開發OpenSource的東西 其實很小細 當然不只OpenSource 開發產品也是一樣 然後認真看這個東西 這邊跟你講說 這個授權條款 注意到這個是 就是義法半導力 SP Microelectronics 然後注意到它的授權條款 然後注意到它的授權條款 這種條款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這個三個 3D Code 9的BSD license 所以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就跟你講說 保持它的CNS 然後你今天開發產品的時候 不管是二進位形式 還是原始程式碼 形式去發布的時候這樣 它就是你要保留這個授權 然後再跟你把東西塗掉 但是它沒有要求你一定要把Source Code 塗出來 它只是跟你講什麼 這個CAPI NOTICE在錄著 那你一般來說你寫在你的手冊 或者說你要再感謝說 就是列一個訊息 感謝ST Microelectronics 那第三個就是沒有 禁止倍數條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以這邊來講的話 Vendor有關的關在這裡 所以ST提供的地方是BSD license 然後這個 其他地方是Aquatch license 就是那個 CNSS在錠 然後不同的廠商 比方說那個 義法半導體 它的STN32 因為它的東西實在太複雜了 它有個東西 超級無敵複雜的東西 叫做RCC 然後你有興趣可以去查這個東西 叫做ClockTree 這東西非常之複雜 所以 需要一個 圖形化的工具 專門去產生它的ClockTree 也就是說 它上面的這個 它上面的Clock ClockSource 它上面的這個PL 都要重新定義的 然後 跟 現在的那個 主頻是多少 主頻還有Bus頻率 是有什麼大關係 尤其要做動態的電影管理的時候 DVFS 我們做這件事做的還蠻苦的 就要去查那手冊 然後發現手冊是錯的 還要跟ST溝通 還要跟 來回迂回 鬧的完全 那當然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現在後來 ST就針對這件事去開發的東西 叫Cubet 注意到Cubet這東西 它你可以在Windows上面跑 要跑這個Cubet Max 你就設定好你的 這個SoC 設定好你的BL的參數 然後它就把那個ClockTree 什麼東西把它建好 那建好之後呢 你就幹嘛 再把這個東西再丟到 因為它跟CNNS 可以相連 就可以銜接上去 那你就可以去寫 對你的Code 好 然後這個 這沒有了 好 來 我們來做個簡單展示吧 來 我們來進去吧 Hap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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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們今天來 我還需要一個 要再開一個 就是在這邊開一個 因為我要 你跟他Monitor 你跟他那個 他喜歡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嗯 好 自己不一樣 這樣 好 就這兩個吧 好 好 我們接下來來展示一下這個 Happon 就是 當然說Pico裡面 只能處理Happon 然後這個東西 對大家 比較有概念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讀這些資料的時候 要很小心 就是說 很容易就會遇到像 無悅寬那種情境 就是 有看沒有懂 然後假裝自己懂 這個是糟糕的狀況 你如果真的懂這個東西 那是點啦 不是 做好 你說 你要怎麼了解 對你的認知 就是 怎麼去檢驗你的認知 其實有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看懂 Coreless M的話 那你隨時隨時都有辦法 去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這個 這不是 這不是玩笑話 這是很認知的話 因為 Coreless M的設計 是希望可以去簡化 上面的作業系統開發 上面的系統開發 所以 其實你如果看懂大約 對 對 那你現在可以做到 好 呃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看看 Hardport 那我今天要測 Hardport的 喔 好 Hardport的話 我們想要用的是 Breakpoint的那個port 那 就這樣 不要按了 不要按 不要 Q 不能按那個東西 你按了沒 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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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機體會被吃掉啦 啊 完蛋了 我 我直播可能會斷掉 啊 天啊你為什麼不tap 我 我 我還可以tap吧 好 你給我用 因為那個Chrome browser會把那個 我的機體吃包 喔喔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 然後 產生的Fort是這個 Breakpoint的 Fort 對那 呃 這個假如說大家有玩 有玩過 STN 就是我們的Pico的話 通常應該大家是用 P103 那P103之後 其實我們要做自動化測試的時候 到最後其實我們是用 Semihosting 到最後扣了一個 CN code叫做 Exit 對 但是這個東西在真實體上 也就是我們現在那個 F429上 是沒有實現的 所以這東西就會產生Hardport 對那我讓 所以我就跑一個test給大家看 test了給大家看 那大家就會發現 Hardport 其實是真的會發生Hardport Hardport And sleep 然後 這邊 這邊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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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那 不要再裝 喔很安靜啦 不要玩一下東西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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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 先compile這個程式 哇 喔 這個不用裝 這個不用擔心 那我們就直接把東西燒進去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到其實我們其實是跑了一個東西 就是 And sleep to 對 這個 這個check 其實它跑完之後你會發現其實它會寫說 其實它會寫說 Test已經passed 對 但是其實後面會發生Hardport 是因為 當我們Test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去使用semihosting call這個Exit 就是把整個Cube關掉 但是其實在真實引擎上 這個東西是沒有被實現的 所以呢 也就是 它會產生這個Hardport 對 因為semihosting的實作方式 其實就是從那個BK 就是從那個 Drake Point的實作 BK DT DT 的實作方式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沒有被實現的 所以它Fault就是發生在那邊 那這個東西就一定會發生Hardport 那 那 然後 他要說嗎 要怎麼解決 問題 這問題 因為 不要再給我按門 喔 這個 這個問題 說實話 我今天解的這個Case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你覺得這個例子很爛啊 對啊 我還有其他的 要不然就不要用嘛 對啊 我還有其他例子 對啊 好我用其他的 你解釋一個例子 還要 講到完全沒有辦法 但是Hardport 好 我知道我還有辦法 找個minimal的Case可以拿 對啊 不要壓下去可以拿 好 那其實 我們會有 是有沒有辦法 Tick Down 沒有 很多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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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來 再出來 5 好 壓一下 對 其實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才其實 在中間有講過 我們有enable 那個usage fault bass fault 跟memory fault 那其實假如說 嗯 我今天先來示範一個 memory fault 好 memory fault 那 那我等一下會再示範說 假如說 不剛剛 剛剛不啟動memory fault 會發生什麼事 那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也就是 我直接開 PTP進去 需要再一個 那關下去 那關下去 就來 倒裡 喔 那 欸 那瞄我 不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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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幹 那是卡錯 卡錯了 我卡錯了 嗯 嗯 等一下 呃 不要 這個我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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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直接跑到man 對 其實我們再來會看到我們已經跑來這個man的地方 對 那其實最簡單要實現這個東西的方法就是 其實我們是可以直接去改PCS 對 我們直接改PCS 因為我們說過我們要需要sum bit 對吧 那今天假如說沒有sum bit的話 啊 啊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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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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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0 假如有這個1 代表是3bit 假如我們沒有3bit會發生什麼事 對,其實我們再來就,還是我寫錯了 這次,PC,我想要把PC設成那個0X,是這樣子嗎?還是沒有 沒有,就是一般的,跟GD一般,是PC直接給嗎? 沒有,沒有,加那個,打耳,打耳,打耳,是吧? 我還給了 但是沒有爬進去 很奇怪 這現在的狀態 現在已經進到Halford了 對阿 已經Halford了 對阿 現在不可能他不可能在爬 問題不定那個 你不要這個 你也習慣很慘耶 為什麼兩個都出不去阿 這樣你是在這個Handler嗎 對啊 我想要跳出去阿 Ctrl 啊 Ctrl在這裡 好錯 好錯喔 難哪 好 我們畫一個好了 我們直接 直接開 先播 我現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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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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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那個是我還沒有調 我們那個 按的錯誤圈應該要用到5.4 對 那我 我那時候沒有調 把它調好 那我去拿Compel號 好 沒有還是它過了 對阿 對阿 我看一下 有 上面有一定是 嗯 這就好了 對 唉唷 按個按鍵掛了 重現了 對吧 我們鳥 你之前不是說 我不是說沒有辦法在上面重現那個 對 對 其實是可以的 PC 他是說 usage port 對阿 我們先把PC改掉 對 其實你們會看到我們這邊執行的PC 它是 偶數 就掛掉 好 我按錯了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執行 你不要再給我 這次很見耶 好 好 好 那我們其實會 可以執行到 MAN裡面去 然後 就看到其實我們在MAN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設定 那我們要去檔 就是這去hold 對 那我們來直接設定PC 去 我先看一下現在PC跟他 我先看一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把PC設定成 嗯 一差一 一 六 八 跳過去了 對 跳過去了 去吧 代表他沒有 你跳過去了 嗯 有耶 跳過去了 你掉下 不對 不對 他沒有跳過去 好 好 不想跟你邊聊 是不是他走 啊 不是叫你練過啊 我 我是Hardboard 好 這個 因為準備不中 反正我們會 我們這個講座會 持續講到 講到好為止 好 感謝大家的這個 感謝大家的這個 農人 糟糕 好 遇到個屁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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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癡啊 我們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 所以這個 其實說真的 CodexM 今天要介紹其實也是 蠻 蠻多要講的啦 所以我們會繼續探討啦 然後講到 讓大家可以理解為止 好 好 那 來 開始來幫大家 蠻多要講 嗯 嗯 OK 好 那 所以 呃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那個 其實我們 剛才無言寬其實想要跟大家 介紹一個東西啦 就是 介紹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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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發的狀況 那這個 這個東西很關鍵就是 讓你了解這個 它的運作 其實說真的就是 我們今天畫再多圖 說真的 真的沒有比上你 真的去痴情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 系統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先從 個比較簡單的OS 你看 比方你可能聽過就是 這個 Mini OS 好 那你可以從 這個地方去下手 那這個地方去下手的話就是 包含說 今天講的那些 Control啦 Control reboost啦 這種東西 也會知道啊 那如果我 隨便給他看一下這個 這個 利料裡面的程式 呃 比方說我們剛才有講到一些 這個 什麼設定啊 就是 那種 狀態設定的啦 或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就很容易去 去看出他在做什麼 好 那 那 再來是剛才不是有提到說 有有去 有去設定那個 呃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有關的啊 就是那些 這邊可以叫做 好 對 像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Control是屬於特殊暫停器的 所以這個 Special Register 你就要搭配 對應的指令叫做MSR 用MSR 或是MRS 好吧 基本上 基本上都可以用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 大概先這樣啦 因為時間關係 好 那 好吧 感謝大家 反正 這個 我們下次還會再繼續公告 我們 把這個東西講到再來 大家聽懂為止啦 好 好 謝謝大家 晚安 拜拜